舅舅,舅妈,你们的养育针我不会忘的,工资每个月我还是会照常给你们,就当是我还债了,但是这个家,我不会再回来了。 说完,他拉上了白木泽的手,就往门外冲。 这边一场闹剧在上演,白小灰稳若泰山,当作没看见一样,默默地就离开餐桌,去屋子里学习了。 白小瑶说,爸,妈,雪娇姐走了,怎么办啊? 白树林比较冷静,他说,小泽还得上学呢,雪娇就是一时之气,气消了就回来了。 李方故意对着门外大声喊,像是就怕白雪娇听不到,他这是要跟我们撕破脸了,不回来才好,工资每个月五千,一分也别想少。 白雪娇就这么拉着白木泽,气冲冲头也不回地走到了小课车站,等车来了,两人就一起上了车。 姐姐,我们真的不回来了吗? 白木泽问,白雪娇这时候才觉得自己刚才太冲动了,是啊,就像舅舅说的,刚才他隐约听到了,白木泽还在上学呢,他可以不回家了,那小泽怎么办? 看来这个护城河私立小学,是不是上也得上了,一定要通过面试。 白雪娇看弟弟有些忧心的小神情,他作为姐姐,不得不振作起来。 嗯,不回来了。 小泽,明天的面试你一定要加油,不过也别有压力,不成地话,姐姐还有别的办法呢,不会让你没有学上的。 嗯,姐姐,我一定行的。 白木泽也暗暗想着,明天一定要好好表现,只要自己面试合格了,姐姐就会高兴了,就真的不用回来面对舅舅舅妈,和那个恶心的赵老板了。 又是舟车将近四个小时,回到市里后,白雪娇直接把白木泽带回了宿舍。 立宫的佣人宿舍是允许带亲人入住的,特别是夫妻或子女这种直系亲属,与刘管家申请,通过之后便可以常住。 其他的兄弟姐妹亲戚或者朋友之类,只要不是乱七八糟的人,偶尔来住一下,刘管家也不会说什么,不过只能在宿舍楼小院内活动,不可以在立宫乱逛。 白雪娇带着弟弟进了立宫,先去与刘管家申请了下,说暂时住两晚,刘管家自然是同意了。 白木泽看着这么漂亮的立宫,他眼睛都不会眨了。 在夕阳的映衬下,园区茂密的植物被镀上金色的光辉,中式的院落精美,乌射外观飞檐翘角,竟然还有梅花鹿和孔雀赛养在花园,虎面上漂浮着优雅的黑天鹅和鸳鸯。 不过白木泽只是访客,不可以在院子里乱逛,这些只是他从大门口回宿舍的路上看到的,随便一处景色便是已经这么美了,比电视剧里看到的皇家园林也不差。 哇,姐姐,你工作的地方好漂亮啊。 我以后也要赚这么多钱,给姐姐盖大房子,比这个还漂亮。 白雪娇满心期待地看着弟弟,说道,嗯,小泽一定可以的,姐姐等着那天。 白木泽被刘管家单独安排在了一个空置的宿舍里,白雪娇问,小泽,你自己住可以吗? 嗯,姐姐,我可以的,这个房间很好的。 白雪娇又跟弟弟交代了几句,说明天早上六点半来叫他,让他洗漱后早点睡觉,就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白雪娇五点就醒了,因为今天的面试,他有些紧张,一晚上都没怎么睡踏实,他洗漱穿戴好之后,就去叫白木泽起床。 白雪娇给小泽换上新衣服,是他提前在网上买好的,板板正正的一身小衬衫和裤子,还把弟弟的头发也梳成了偏分。 十岁的小伙子装扮一番厚,看起来精神极了,一副正态学霸脸。 白雪娇没有什么衣服了,之前力千凡给他买了不少,却因为两人生气闹掰,一件都没拿回来,他只好穿着自己以前的旧衣服,虽然不是多么好看贵重,但是干净平整。 姐弟二人吃了早饭后就出门,坐了半小时的公交车,就到了护城河私立小学的门口。 此时已经聚集了一些来面试的转学生,各个年级的都有,他们都是爸爸妈妈一起带着来的,那些家长都打扮得非常光鲜亮丽,一看就是社会精英。 接接,白木泽扫了一圈后,拉着白雪娇的手,一副自豪的样子说,你比其他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们都年轻漂亮呢。 这时,有个小女生过来,主动跟白木泽说,同学,这个是你的妈妈吗?她好年轻好漂亮啊。 白木泽大大方方地说,不是,我没有爸爸妈妈了,这是我姐姐,她把我养大的,我姐姐最棒了。 又过来了个小朋友,赞叹道,哇,你姐姐真棒,看着也没有比我们大多少呀,不像我哥,成天只会打王者农药。 几个小家伙自来熟,很快就聊开了。 又过了一会儿,差不多到了规定的时间,一位主任过来,把来面试的家长和学生都放了进去,带着他们走进教学楼, 领进了一个教室,安排各位家长和学生在座位上坐好,等着挨个喊号去面试。 流程不快,每组小朋友和家长进去面试的屋子,至少也得半小时才出来,白雪椒知道,肯定是面试得特别仔细。 面试出来的小朋友,有的兴高采烈,家长也是非常开心。 有些可能是没面试通过,就哭哭啼啼的,家长有的是责骂,有的则是安慰。 白木泽。负责的老师过来喊号了,白木泽和家长,来面试了。 道,白木泽立即站起来,脆声声地回答,又低下头小声地对白雪椒说,姐姐,我们走吧。 好的,小泽。 白雪椒领着弟弟一起进了面试的屋子,入学考核分两次,面试和比试。 今天这次是第一轮的面试,主要是看探学生的品貌、情商、性格,再通过一些问题,来考察学生的谈吐和应变能力等。 谈话间,若是窥探出这个学生的品行不端,或者是情商性格有缺陷,那一定是不能通过的。 面试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环节,就是要考核学生的家长。 对白木泽的考核面试上,几位老师都非常的满意,觉得这个学生双商极高,性格乐观积极,履历也不错,在大石沟小学,连续几年都是三好学生,成绩单竟然全部满分,是年级第一。 这样的好苗子,这次来面试的学生,只有白木泽一个,甚至学校里原有的学生也没几个能比得过他。 白木泽面试的顺利,下面就轮到教导主任和校长,对白雪椒的面试了。 你是白木泽的姐姐,那你们的爸妈呢?今天怎么没有来? 白雪椒回答,爸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我们跟着妈妈,妈妈不在了,说我把弟弟带打的。 那你知道,你们的爸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白雪椒一向实在,不会编巴造谣,更不会刻意美化,全部都是如实回答。 我爸爸是做生意的,我妈妈带着我离开爸爸的时候,我才不到九岁,具体做什么生意,我不太清楚。 后来妈妈离开爸爸后,就回村子里种地,不久就去世了。 听他这么一答,知道他们的妈妈是个村姑,面试的老师便推测他爸爸做的生意,估计就是街边摊煎饼,卖鸡蛋,灌饼一类的。 那我们这种私立学校的学费,你应该是知道的,你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我白雪椒低下了头,一想到她的钱来的不是很光彩,便神态有些不自在,没能立刻回答。 白小姐,我想你应该不太了解我们学校,我们一直秉持的理念是一个学生能否成功,他的家庭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护城和私立学校,不会收普通家庭的孩子,即使那个家庭砸锅卖铁凑够了学费,即便孩子本身很优秀,我们也是没办法招收的。 因为这种孩子成长环境所致,会导致他很难跟其他富养的孩子融在一起,就算我们勉强收了,他以后感受到贫富差距,怕会影响他后续的性格发展。 一个萝卜一个坑,什么马配什么胺,老师说得很直白,白雪椒也听得明白。 白木泽同学很优秀,不一定非要挤破了脑袋,早早地就将他送入上流社会的圈子,踏踏实是一步不来也可以的。 这个老师的话虽然客气,但是充满鄙夷,好像在指责白雪椒目的不纯,蓄意要躋身富人阶层。 老师,我不是要将我弟弟送入上流社会,我只是觉得私立学校的教学水准会更好,我想好好培养他,还不等白雪椒说完,那个老师就打断了他。 好了,白小姐,白木泽同学不太符合我们这里的教学理念,而且我们这个学生有一半也是要走高考的,你们不是京市户口,对我们意义不大,再试试别的私立学校吧。 白雪椒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那个面试的教室走出来的了,他只觉得世界像是消音了一般,什么都听不见了。 直到他拉着白木泽走到学校外面的公交车站,轰隆的雷声响起,白雪椒才回过神来。 咒语忽质,逗大的雨点砸在白雪椒的身上和脸上,此时有雨水的掩饰,看不出来在流泪,白雪椒才敢将眼泪扎门放开。 小泽,白雪椒蹲下来抱住弟弟,对不起,是姐姐拖累了你。 姐姐,我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学校,也不喜欢那些老师,还要姐姐帮我解围了。 白木泽拍着姐姐的后背,安慰他,其实我也可以自己回舅舅家的,我舍不得大石沟小学的小虎和铁蛋。 他们听说我可能要转学,都哭了呢,这下我可以回去陪他们玩了,他们肯定开心死了,姐姐,我高兴。 可是白雪椒觉得他已经和舅舅舅妈闹掰,而且得罪了赵老板,赵老板认识大石沟小学的校长,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小泽,姐姐不会放弃的,姐姐再给你找别的学校,实在不行,姐姐就带你离开京市。 姐姐,我都听你的。 白木泽和白雪椒两人在雨里互相安慰并且打气,不多时,公交车来了。 可是因为下雨,车站已经聚集了好多人,公交车上人也已经很满了,姐弟俩一个小一个弱,没能挤上去公交车,只好留在车站继续等下一辆。 又过去了好久,可能是骤雨导致的堵车,始终也没有等来下一辆公交车。 雨越下越大,瓢泼之势,已经不是一个公交车站的雨棚就能阻挡得了的了,狂风也肆虐起来,风吹在身上,带走白雪椒身体谨慎的温度。 即便这样,白雪椒还是脱了外套,披在了弟弟的身上,虽然他的外套也湿了,但是总比没有墙。 姐姐,不行,你快把外套穿上,我不冷,不要你的衣服。 小泽,你把衣服穿好。 白雪椒说什么也不肯,你回宿舍后,两个人已经都冻得不行了,浑身冰冰凉的,白雪椒先把白木泽送回他的屋,让他洗热水澡,自己也回宿舍去冲澡。 洗完之后,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两个人连口中午饭都没吃上,现在外边下着大雨又出不去。 白雪椒只好在宿舍煮了点方便面,跟白木泽凑合着吃衣了口,之后便把白木泽送回了他那屋。 白雪椒觉得有点头晕,身上发冷,想在宿舍睡一会儿。 丽千凡那边会议刚刚才结束,他等白雪椒电话等了三个小时,都没见他再打过来。 无奈,他只好舔着老脸打回去,可是白雪椒不接。 丽千凡气得脑壳疼,他终于绷不住了,直接开车回了立宫。 丽千凡回立宫后雨已经停了,他一下子车就一路拨着视频电话,一直到白雪椒的宿舍楼下。 他想着如果再打不通,就要上去抓人了,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白雪椒将视频接起了。 给你打多少个电话都不接,怎么总是这样,能不能让人省点心。 丽千凡态度不善,一串话之后又冷声问,找我什么事,我很忙。 没事,白雪椒声音略微沙哑无力地说,我不小心打错了。 丽千凡,视频画面中,男人注意到他脸颊红红的,穿着小草莓睡衣躺在床上,便问道,这么早就睡了。 嗯,下来,我要睡了。 老规矩,你不下来,我就上去了。 白雪椒抿了抿唇,那好吧。 挂了视频电话后,白雪椒强撑着疲累的身子起来,披了件外套,就应约下了楼。 丽千凡一见了他,什么都没多说,直接把他拽回了自己院子的卧室中。 白雪椒今天累了一天,本来就身子沉重,被丽千凡拽着小跑过来,更是难受。 头脑发晕,周身又热又冷。 进了房间,丽千凡红着眼对他质问,白雪椒,你到底有没有心? 白雪椒抬眼看他,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男人看着白雪椒那双无辜,要是生病姐姐,就更要愧疚了。 得水眸,他的眼眶清浅地蕴含着雾气,显得楚楚可怜。 面颊红扑扑的,眼尾也带着一丝娇艳的魅色, 英色的唇,微微张开,像是引着自己去探索。 丽千凡再也控制不住了,他低头吻了下去。 白雪椒这两天接连被打击,满腹委屈与无助。 昨天不知情下与一个又老又丑的男人相亲, 还被威胁以及言语侮辱。 和舅舅舅妈撕破脸,再也没有一个哪怕是名义上的家。 今天又被护城河私立学校的老师将自尊践踏, 被丽千凡吻着的白雪椒此时像是找到了可以依赖的人, 想要将无限委屈都发泄出来。 他热烈地回吻起来。 丽千凡得到热情回应, 他起初很激动,心都要跳动地破喉而出。 本以为今天终于可以如愿以偿, 但是当他的手摸上了白雪椒的身体, 才发觉烫得厉害。 娇娇,你身上怎么这么烫? 他此时再一看白雪椒的脸, 更是红得不太正常, 气息也是灼热。 丽千凡探上他的额头, 终于察觉出异常, 娇娇,你发烧了。 男人抄起膝弯, 就把他横抱到了床上。 虽然今晚又上不成了, 可是丽千凡现在根本顾不得想这些了, 他的娇娇病了, 便只觉得心里焦急, 拿起手机就给斯嘉医生打了电话。 之后, 丽千凡把被子严严实实地盖在白雪椒身上, 又拿个体温计放在他腋下, 跟他躺在一个被窝里, 搂着那个滚烫的小人, 跟他柔声说话。 娇娇, 身体不舒服, 怎么不和我说? 我没有感觉身体不舒服。 白雪椒声音雷弱, 气息虚浮。 都烧得这么烫了, 说话都没力气, 你跟我说没感觉到不舒服, 你是铁人吗? 丽千凡心疼极了, 语气是训斥, 眼神却是疼惜。 今天就在我这儿睡了, 我不会放你回去的。 白雪椒撑开眼皮, 小鹿一样的眸光, 盯着丽千凡看, 像是在这一些什么。 这么看着我干嘛, 今天不会碰你, 我又不是禽兽。 白雪椒放松下来, 眼皮子半蒸半合, 迷迷糊糊地依偎在男人怀抱。 十几分钟后, 斯嘉医生罗医生就过来了, 看了下刚才丽千凡给塞进去的体温计, 白雪椒竟然烧到了39.5度。 经由罗医生的问诊, 丽千凡才知道他今天是因为淋雨, 着凉才导致的高热。 但也并不是很严重, 只要未来几天注意保暖, 按时吃药, 不出一星期就会痊愈了。 罗医生离开后, 丽千凡为白雪椒吃了药, 药下毒后也就五分钟, 白雪椒既是累的, 也是病的, 眼皮像是坠了千斤顶一样睁不开, 就在丽千凡的怀里睡着了。 丽千凡搂着白雪椒, 虽然这样什么也做不了, 违背了自己一开始想要追到他的初衷, 可仍是觉得好满足。 和白雪椒在一起, 即使什么都不做, 丽千凡心里也是栩栩而至的生出了一种幸福感。 以前总觉得自己缠着他, 只是想上床, 但是现在丽千凡突然意识到, 就这样静静地搂在一起, 也是很美好。 岁月静好, 没错, 这个词丽千凡以前觉得很矫情, 他曾经认为人就活一世, 当然时刻都要轰轰烈烈, 死了, 再追求岁月静好也不迟。 所以, 丽千凡以往, 几乎不给自己休息放空的时间, 一直都是忙忙碌碌的, 只要有时间, 他就去公司, 没事也要找事, 自己找不到事, 就给员工找事, 总之就是一个折腾。 可是现在, 只要有白雪胶在, 觉得就这样静静地陪着他休息几天也不错。 丽千凡搂着白雪胶, 不舍得松手, 扭着胳膊, 从身后的床头柜上摸到了手机, 拿到眼前拨通了姜特柱的电话。 姜夺, 这几天我有事, 不能去公司, 小事你做决定, 大事压下来, 等我回公司再说。 是, 丽总。 他挂了电话, 又马上打通了刘管家的电话。 刘管家, 白雪胶生病了, 请一个星期病假, 等彻底好了再返工。 刘管家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白雪胶病了, 是大少爷给请假, 但也没再多问什么。 白木泽只好听话, 他知道白雪胶因为今天面试失败很愧疚, 他不想再让姐姐更难受了。 What? 又等了半个小时, 公交车还是没来, 不止他们等的那路, 其余的公交车也是一趟都没有。 车站的人议论纷纷, 说是网上刷到新闻, 前面出了交通事故, 导致塞车, 只能通小车, 这条路短时间内都不会有公交车通过了。 眼见等公交车的人都走了或者叫车, 白雪胶也是拿出手机想叫车, 可是这大雨天的, 叫车的人太多, 根本没有车接单。 白雪胶实在没办法了, 看着在寒风中被动的通红的白木泽的小脸, 他除了丽千凡, 再想不到别的有车的朋友, 不得已拨了他的电话。 丽天集团总部大楼, 丽千凡昨天已经从海市回京了, 现在正在参加公司的一个会议。 这不是一个重要的会议, 只是各部门负责人之间的切磋交流。 丽千凡坐在主位上, 有些心不在焉, 他持续了多日的低气压, 一直也没缓过来。 忽然手机震动, 屏幕亮起, 丽千凡掀了掀眼皮, 飘向桌面上的手机, 一看来电显示, 是白雪胶。 他当时就把手机拿下来攥在手里, 拇指悬停在屏幕上方, 却没有滑动接听。 丽千凡是一个极为骄傲的人, 他看着白雪胶终于打来电话, 心里震荡, 已经怕了好多天了, 这个没心没肺的冷情小女佣终于可以联系他了。 可是在一想, 又有点不甘心, 觉得不能这么轻易, 就原谅他, 必须得再冷他一小时。 丽千凡深吸了口气, 将电话挂断, 就在那一瞬间, 他后悔了, 心觉自己一个大男人, 跟个小女子计较什么他已经想好了, 若是白雪胶再打来, 他就马上接起。 电话被拒接, 白雪胶身心都已经凉透, 他只好收起手机, 揣进了包里。 白雪胶绝望地看了眼公交车过来的方向, 现在只剩最后一个办法了, 他低下头问弟弟, 小泽, 咱们走回去吧, 你可以吗? 嗯, 姐姐, 我可以的。 姐弟两人就这样冒着风雨, 艰难地往立宫的方向走, 怒滑难行, 走了快两个小时, 才终于回到了立宫。 丽千凡感觉出怀中小人可能被自己抱得太热了, 微微蠕动着身体, 还皱眉直哼哼, 额头上也是浸出汗珠, 便只好松开它, 去用毛巾沾了凉水, 给白雪胶冷敷额头。 丽千凡仔细地照顾着白雪胶, 毛巾换了一次又一次, 十分钟就给他测量一次体温, 直到凌晨一点, 他体温降到38度以下, 才在他旁边躺下睡着。 雨后的早上, 空气格外清新, 阳光灿烂明媚, 像是要把昨天亏欠的阳光都补偿给大地。 丽千凡是被白雪胶的手机声吵醒的, 他在床上寻着声音摸来了手机, 一看是视频请求。 对方微信昵称是, 未来霸总, 头像还是一个很装逼的守惠峰总裁图片, 难道是情敌? 面对着可能即将到来的修罗场, 丽千凡忐忑地将视频接了起来, 却见对面是一个小屁孩。 白木泽早上起来后, 自己背了会儿英语单词, 就按照昨天和白雪胶定的时间, 去他宿舍找他, 可是敲了半天门也没见姐姐来开。 他拧着门把手试了下, 发现门没锁, 进去却也不见姐姐人影, 只好回到房间, 给白雪胶打视频电话, 却见那边是一个陌生的男人。 白木泽心下紧张, 担心姐姐被坏人抓走。 你是谁? 我姐姐的手机怎么在你呢? 我姐姐呢? 哦, 丽千凡颇有兴致, 上次在大石沟村白雪胶家借口那里, 就是这个小矛头, 害得他和胶胶, 没能继续亲热下去。 你姐姐在我旁边睡觉呢? 说着, 丽千凡还特别残忍地, 把手机镜头对准白雪胶, 拍了下他沉静的顺眼。 你? 你是谁? 你对我姐姐做了什么? 白木泽咆哮出来, 眼睛都憋红了。 由于这个时间, 丽家的庸人都已经出去上工了, 所以也没人留意到, 在宿舍内大喊大叫的白木泽。 见小孩真急了, 这种事确实也不好开玩笑, 丽千凡不再逗他。 我是你姐姐的男朋友, 他昨天晚上发烧了, 我就把他接到我这来照顾了。 白木泽不知道, 姐姐什么时候交了男朋友, 但是也顾不得想谈, 他现在只想知道姐姐在哪。 你们在哪? 我在我姐姐宿舍这边, 我要过去找他。 丽千凡想了下, 怎么能让白木泽过来, 他才不想离开白雪胶, 去接一个小破海。 小子, 把视频调成后置摄像头, 我给你指路。 白木泽按照他的说法, 调好摄像头, 又把手机对准前面的路。 说吧, 我该怎么走? 先下楼。 丽千凡对着镜头传来的画面, 给白木泽指路。 看见那个凉亭了吗? 右转, 沿着这个池塘, 第三个长椅那里左转, 继续走, 对, 绕过假山, 上台阶, 穿过这个竹林, 过了石拱桥, 左手边那个院子, 进月亮门, 对就是这里, 敲门吧。 当丽千凡最后一句话音落下后, 就听见门, 被敲响了。 白雪椒此时还睡得很熟, 丽千凡从床上起来出去, 关上卧室的门, 就去开大门。 一见了那小孩, 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的了, 也是, 刚才他拿着手机, 那画面剧烈抖动, 丽千凡就知道他是在跑。 我姐姐呢? 须, 丽千凡说, 娇娇昨天发烧到39度多, 吃过要退烧了, 但是还没醒, 你小声点, 别把他吵醒。 丽千凡把小孩领进屋, 两人在客厅沙发上坐下, 问道, 喝点什么? 红酒啤酒还是白酒? 白木则收着声音, 小小个人, 却语气冷硬, 我才十岁, 不可以喝酒的, 我喝白开水。 丽千凡给他倒了水, 白木则跑得渴了, 捧着杯子喝了, 一大口, 就迫不及待地问, 我姐姐她怎么病了? 她还好吗? 她没事。 丽千凡说, 你姐姐昨天到我这里来就已经发烧了, 她昨天是跟你在一起吗? 她说她淋雨了, 我还想问你呢。 白木则一回想, 昨天就知道白雪椒为什么会生病了。 昨天下了很大的雨, 我和姐姐没有伞, 等不到公交车, 就从车站走回了这里, 走了快两个小时。 走回来, 快两个小时。 丽千凡一听, 心都脚着痛, 怪不得雪椒发烧了, 她问, 你们怎么不打车? 那个时候雨很大, 发生了交通事故, 公交车全堵着过不来, 而且根本打不到车呀。 丽千凡忽然想到了昨天的那个电话, 正是雨下的最大的时候, 白雪椒很可能是想她求助的, 她却给挂断了。 丽千凡很自责, 心口像被巨石碾了一样生疼, 她继续问道, 你们昨天去哪了? 去做什么? 我和姐姐去了户, 白木则顿了一下,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而且你既然是姐姐的男朋友, 那怎么从来没听她提过你? 还有你昨天怎么不去接她, 害得她生病? 你真的是我姐姐的男朋友吗? 她没有交男朋友的。 你姐姐前不久刚和我在一起了, 她没来得及告诉你, 昨天没有接你, 是因为我在开会, 我很抱歉, 是我的疏忽和失误。 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是骗你的, 娇娇怎么可能这么安稳地睡在我这儿? 白木则还是有点怀疑, 不顾力千凡的反对, 去卧室看了一眼白雪椒, 确认真的是姐姐, 而且睡得很舒服的样子, 才信了。 两个人又回到客厅, 坐在沙发上继续聊。 现在你信了, 可以告诉我, 你们昨天去做什么了? 白木则点点头, 昨天姐姐带我去护城和小学面试了, 护城和小学? 你要转学? 嗯, 白木则仰起小脸, 不以为意地说, 可是那个学校不好, 我才不稀罕。 护城和小学虽然不算是最好的私立学校, 但是肯定比普通公立小学好很多, 特别是里边的校舍环境。 怎么会, 哪里不好? 就是很不好, 那里的老师对姐姐不友好, 他们害姐姐哭了, 虽然姐姐在下雨的时候才敢流泪, 她是不想被我发现, 但是我也知道。 小子, 告诉我, 那里的老师怎么对你姐姐不好了? 他们, 他们, 白木则一想就气, 小拳头都撇紧了, 牙齿咬得嘎嘎响, 可是他也不想把姐姐被那么多老师看不起的狼狈是说出来。 反正, 就是不好, 很不好, 狗眼看人低, 那种破学校, 我才不去, 我宁愿念大师沟小学。 即使白木则没说, 利千凡也大概知道情况了。 那种私立学校, 可不是花了学费, 就任何人都收的。 还是要考核家长的身份和实力, 并且这很重要, 甚至与学生自己的资质同等重要。 经过这短短几句谈话, 白木则这个小孩利千凡也大概能看明白了。 知道他肯定是个三观极正的小孩, 说话条理也清晰, 而且还挺有心眼, 有些话还不肯说, 知道眼见为实, 并且提出质疑。 他这种小孩, 跟那些平时只知道看动画打游戏的不一样。 按道理来说, 护城河小学是不会因为白木则自身原因而拘收的, 问题只可能出在他监护人或是家庭身上。 利千凡去过白雪椒家的附近, 推测他应该是农户出身, 白雪椒给弟弟上学的钱, 很可能是自己给他那五百万。 你们爸妈呢? 昨天没带你们一起面试。 利千凡问, 你不是我姐姐的男朋友吗?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和雪椒才刚刚在一起, 而且他不喜欢和我说这些事。 利千凡有些惭愧, 两人在一起时间的确是不长, 但是自从他认识白雪椒以来, 对他的百般撩拨, 目的都是为了把他撩上床, 对他的个人问题家庭问题丝毫没上过心。 利千凡突然意识到, 他是一个不合格的男朋友。 小子, 你得把相关的事情都告诉我, 我才好给你安排一个好学校, 这样你姐姐就会开心了, 你不想姐姐开心吗? 想, 我当然想姐姐开心。 白木则眼睛刷了一下亮起, 叔叔, 那你问吧, 我什么都告诉你。 利千凡, 利千凡脑人一痛, 虽然白木则是个小学生, 自己比他大了快二十岁, 教生叔叔完全没有不妥, 但是他并不想跟白雪椒岔倍。 利千凡提醒道, 叫哥哥。 哦, 好吧, 哥哥, 那我先说, 我和姐姐没有爸爸妈妈了, 爸爸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都不在了, 我都没见过爸爸的面, 妈妈走的时候不到两岁, 也一点都不记得了。 白雪椒一直没有把爸爸和妈妈的真实情况告诉弟弟, 只是告诉爸爸妈妈都去世了, 他们是很爱姐弟俩的。 利千凡听着心好痛, 两岁, 那你们两个跟谁住? 跟舅舅和舅妈, 但是舅舅舅妈要种地, 很忙的, 是姐姐把我带打的。 怪不得这个小子这么黏他姐姐, 利千凡可以理解了。 同时他又意识到白雪椒现在才十九, 这小矛头感觉也就十岁左右, 那也就是说白雪椒也才十一, 十二岁的时候, 就肩负起了照顾弟弟的重任。 利千凡还想再多问些什么, 就听见了卧室门打开的声音。 小泽, 你怎么来了? 白雪椒刚才醒来, 听见外边有小声说话, 好像是白木泽, 但是隔着一道门也听不清在说什么, 就起床出来看看。 姐姐, 白木泽跑过去就把白雪椒抱住。 你病好了吗? 利千凡走过去, 拽着白木泽领子, 把他从白雪椒怀里拉开。 你已经是个小男人了, 别老再对你姐姐搂搂抱抱的, 特别是现在他已经有男朋友了。 白木泽扁着个小嘴, 恨不得眼睛里能飞出小刀, 扎利千凡。 可是他觉得这个叔叔说的也对, 姐姐也是经常跟他说他长大了, 不能总和姐姐撒娇了。 利千凡看白雪椒脸红了, 伸手探了探白雪椒的额温, 自己又凑过去, 低下头将额头贴在他额头上, 感受了下。 嗯, 退烧了。 大少爷, 你和我弟弟说了什么? 白雪椒有些脸红, 是因为利千凡刚才当着弟弟的面, 就说他有男朋友了。 我告诉这小子, 我是你男朋友。 白雪椒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和利千凡掰扯这个问题了, 一说他又生气, 而且也不想掰扯了, 毕竟利千凡和那个赵老板一比, 好上不止一万倍。 不, 应该说是没有可比性, 简直是不同维度的打击。 小子, 吃早饭了吗? 利千凡低头问, 还没有呢。 利千凡赶紧给刘管家打电话, 让他告诉厨房做三人份的早餐来, 要清淡些的。 挂下电话, 利千凡就又把白雪椒抱回床上, 给他拿药吃。 趁利千凡去倒水的功夫, 白雪椒问, 小泽, 你昨天也淋雨了, 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没有啊, 姐姐, 我身体好着呢, 不信你摸我额头。 白雪椒摸了一下, 果然一点不烫, 就是正常的温度, 他又听到白木泽小声问, 姐姐, 那个叔叔不是你男朋友吗? 为什么你叫他大少爷啊? 他, 他就是这家的大少爷, 白雪椒声音弱下去, 像是有些底气不足。 哦, 他是这个大园子的主人吗? 那可真好啊, 而且这个叔叔长得特别帅, 比赵老板强多了。 利千凡推门进来了, 赵老板是谁? 白木泽已经看出了, 这个叔叔特别喜欢姐姐, 而且他很有钱, 还说帮自己找学校, 那肯定也能成为姐姐的依靠。 在自己成长起来前, 白木泽需要这样一个人来保护姐姐, 给姐姐撑腰。 他嘴极快, 直接说道, 赵老板是前天舅舅和舅妈给姐姐介绍的男朋友, 又老又丑。 姐姐看不上他, 他还说让我上不成学, 除非姐姐陪他睡觉去求他。 什么? 利千凡站门口听着, 门框都快要被他捏碎了, 竟然有人敢肖想他的娇娇, 不可原谅。 小子, 怎么回事, 把详细情况都告诉我。 白木泽于是把前天的事都说了一下, 包括那个赵老板的情况, 说他是大石沟那边度假山庄的老板, 还认识大石沟小学的校长, 白雪椒把菜扣到他脑袋上, 把他激怒了, 就威胁说若是白雪椒不从, 他就让白木泽没办法在大石沟小学上学。 所以, 昨天没面试成功, 白雪椒才这么上火。 叔叔, 就因为这个, 舅舅舅妈很生气, 把我和姐姐赶出来了, 我们没有家了。 利千凡听了心疼的不行, 当时就把白雪椒抱怀里了, 揉着他的小肩膀安慰。 娇娇, 你放心, 那个赵老板, 我会去收拾, 咱弟弟上学的事交给我, 以后我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大少爷, 我弟弟还在呢, 怕这个男人抱着抱着又过火, 白雪椒只好提醒。 白木泽盯着利千凡, 只觉得想用眼神在他身上戳几个窟窿。 利千凡提醒道, 小子, 再告诉你最后一遍, 不准叫我叔叔。 白木泽扭开脸, 撇了撇嘴, 不想理人的模样。 那我姐姐呢? 姐姐是你的女朋友, 为什么还得叫你大少爷? 娇娇当然会叫我的名字, 只是偶尔也叫我大少爷, 这是我们之间的情趣, 你长大就懂了。 白木泽半信半疑, 小子, 你喜欢什么样的学校? 利千凡接着问, 哥哥, 我喜欢能让我成为霸道总裁的学校, 以后我要保护我姐姐。 利千凡笑了笑, 给了他个脑瓢, 便不再问什么, 直接把电话打了出去。 喂, 王校长, 嗯, 是我, 是这样的, 我女朋友的弟弟, 今年, 他转头问, 小泽, 你几年级? 我, 我五年级。 白木泽立马回复, 猜出来他要干什么, 大眼睛惊亮。 他五年级了, 想转学, 不知道还有没有学位。 利千凡联系的这所御花园私立学校, 是他的母校, 从小学一路念到高中, 之后直接出国留学。 王校长一听利大少家有小孩要转学过来, 二话没说痛快地应下, 学位有没有都得有, 急也要挤出来一个。 好, 那我可以马上带他过去面试。 王校长在电话那头说不用面试, 转学手续办好, 直接上课就可以。 嗯, 那麻烦你了, 我明天会派人过去, 和你们对接。 利千凡挂了电话, 前后也就三分钟的时间, 白雪焦听着他打电话, 也是满脸期许的样子。 焦焦, 小泽的学校搞定了, 就读我的母校, 御花园私立学校, 小学初中高中直升, 大学可以选择高考或者留学, 今天下午我派办事的助理, 去跟大石沟小学和御花园小学, 对接小泽转学事宜, 不用再麻烦你来回跑了, 最多一个星期, 小泽就可以入学了。 白木泽刚是想跳起来欢呼一下, 毕竟学校解决了, 去了白雪焦一块心病, 可他一看姐姐的神情, 就顿住了。 白雪焦坐在床上, 听完了利千凡的话之后, 什么都说不出来, 只是双唇抖动, 眼眶里充盈了水花, 利千凡见状就又把他抱住了。 白雪焦的头埋在利千凡的肩颈, 污液着流泪。 大少爷, 谢谢你, 他已经不想再去挣扎了, 不管利千凡拿他当什么, 情人也好, 包养也好, 女朋友也好, 只要他还需要他, 白雪焦都会受着, 会真心实意地好好跟他在一起。 毕竟再怎么说, 利千凡真的比赵老板强太多了。 傻瓜, 利千凡柔声宠溺地说, 这时, 庸人来送早饭了, 利千凡把白雪焦抱去餐厅吃饭, 还有白木泽也一起。 吃饭的时候, 白木泽问, 哥哥, 那个学校的学费是多少呀? 白雪焦也是留意地听了起来, 小孩子家家的, 只管学习就好, 不用你操心这些。 不说白雪焦也猜得到, 这是利千凡上过的学校, 肯定比护城河小学还要贵, 不知道他的钱包够不够。 不管够不够, 他也得好好供弟弟读书, 想办法多多攒钱赚钱。 哦, 白木泽继续问, 那个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呀? 哥哥你给我讲讲呗, 老师严格吗? 老师非常严格,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当然, 学校的培养方式也不只是死读书, 更多的是素质的培养, 注重全面发展。 小泽, 你的英语怎么样? 我的英语100分, 白木泽一脸骄傲。 利千凡笑笑, 同他说了几句英文, 白木泽都能听懂, 翻译是没问题, 可是若是对话起来, 就磕磕巴巴的, 不太流利, 语音也不够地道。 小泽, 你的英语水平很好, 根据你的理解能力, 我推测你已经达到了初三的水平, 但是口语太差了, 御花园私立小学的孩子, 都是从小就双语甚至三语教学的, 以后周末, 我帮你找个外教, 带你练口语。 好的, 哥哥。 还有一件事, 学校是可以住校和走读的, 我建议你住校, 学校里大多数学生都是住校的, 你跟同学在一起, 可以更快地融入, 那里的住宿环境非常好, 你去看了, 一定喜欢。 厉千凡有点私心, 他怕这个白木泽如果不住校, 那白雪焦晚上都得照顾弟弟, 岂不是又睡不好女朋友了? 虽然总是想这些他觉得不好, 但是厉千凡控制不住自己。 当然, 他也没说假话, 在御花园小学上学, 住校确实是比走读还要好的选择。 哥哥, 我全听你的, 我愿意住校。 这小子挺实相, 机灵, 听话, 厉千凡很满意。 他揉了把白木泽的脑袋 买瓜, 说道, 那加油吧, 未来霸总。 嗯, 吃过早饭后才九点多, 白木泽说想去御花园小学看一看学校的样子。 厉千凡同意了, 立刻打电话叫来了司机小李, 让他带着白木泽先去学校转一圈, 中午在外面吃点好吃的。 回来之后, 白木泽也不想打扰姐姐养病, 就回了员工宿舍那边, 自己回去背单词, 做数学题, 看书。 白雪焦虽然不烧了, 但是仍然感冒, 身子虚弱乏累, 嗓子也不太舒服, 立千凡不打算让他回宿舍。 娇娇, 你就在我这里养着吧, 我已经帮你和刘管家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一个星期, 白雪焦刚躺下, 又躺不住了。 一个星期就是七天, 七天怎么行? 太多了呀, 我最多再休息明天一天就好了, 我这个月八天的假已经用完了, 再多些我就要扣工资了呀。 而且老夫人哪, 我怎么可能连这七天都不去, 哪里有我这样的, 一个月才上了几天工, 总是请假, 休息, 娇娇, 每个月八天假期是规定范围内的, 这一个星期是因为你生病, 你想病的去照顾奶奶, 然后把病传染给她。 奶奶年纪那么大了, 一场感冒可不是像年轻人那样, 轻易就能恢复过来的。 不是啊, 我不想, 白雪焦声音弱了下来, 大少爷, 你说得对, 我不能把感冒传染给老夫人, 可是, 可是我怎么去跟她说呢? 放心吧, 刘管家对此很理解, 这也是他提议的, 奶奶也会明白的。 那好吧, 丽千凡看着白雪焦焦嫩小脸, 虽然病着也是容色丝毫未被折损, 更是增添了一股病若美人的韵味, 丽千凡有点口干舌燥, 娇娇, 他对着小女佣的唇就吻了下去, 大少爷, 白雪焦扭头躲开他, 不要, 我会把感冒传染给你的。 丽千凡只好停住, 声音音艰苦的隐忍微微沙哑, 娇娇, 我才不怕你传染我, 我只是怕这样下去, 我会忍不住, 把你, 白雪焦抿了抿唇, 羞红着脸, 说, 大少爷, 等我病好了, 就, 就和你, 有些话说不出口, 但是意思到了就行, 他已经接受丽千凡了, 不管是什么身份, 他在试着向命运妥协。 真的, 不许反悔, 嗯, 丽千凡兴奋地在白雪焦脸上亲了下, 大少爷, 那个学校的学费是多少啊? 焦焦, 学费你不用操心, 包在我身上。 白雪焦没再说什么, 毕竟一招现身, 他即将迎来的和得到的心理都明镜。 嗯, 谢谢你大少爷, 但是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白雪焦试探着提出来, 焦焦, 我是你男朋友, 你不要总是和我这么客气, 我哥们那几个小蜜, 哪个也没像你这样, 都是主动要钱要礼物提要求呢。 好吧, 又把他和哥们的小蜜放在一起, 白雪焦自觉在力千凡心里差不多也就是这样。 那我说了, 你答应我别生气。 好, 我不生气, 就是, 我们的是, 你可不可以让那个王校长跟学校里保密啊? 我不想因为我的原因影响小泽, 我希望他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白雪焦这样是有考量的, 他担心以后某日力千凡抛弃他了, 小泽会在那个学校因为身份的跌落而受到排挤, 所以还不如一开始就不知道。 他今天听力千凡跟王校长介绍小泽的时候, 说是女朋友的弟弟, 所以才想拜托力千凡, 把这关系先隐瞒着。 力千凡刚才直接就跟王校长说了, 也不是想要在学校里大肆宣扬, 毕竟那是学校, 学习为重。 他只是觉得白雪焦是他女朋友, 不需要藏着掖着, 像见不得人似的。 对亲人特别是奶奶和力农兴, 他们知道了更好, 但是外人, 算了吧, 关他们屁事。 而且, 上次就因为告不告诉奶奶, 跟白雪焦一下子闹崩了, 这次刚和好, 力千凡不想再因为这点小事, 又和小女朋友发生不愉快。 好吧, 焦焦, 我会跟王校长说一下的。 大少爷, 那你现在就跟他说好不好? 白雪焦。 力千凡掐着他的小脸, 眼眸意味不明, 就这么不想让人知道, 我和你的关系。 白雪焦怕又触怒龙颜。 不是的, 大少爷, 只是现在我们才刚开始, 哪里有刚在一起就到处说的, 而且还是跟外人, 我只是想等再久一些的。 怎么没有刚在一起就到处说的? 力千凡的哥们都是, 认识了女孩子, 第二天就带出来玩。 不过他想焦焦可能和那些随便的女人不一样。 而且白雪焦说的几个词语, 特别和力千凡心意, 在一起, 久一些看来焦焦终于承认他男朋友的身份了, 而且还想着久一些。 嗯, 很好, 但是也不能白白答应他, 必须借此机会提点要求。 焦焦, 那你叫我名字, 叫一声, 我马上给王校长打电话。 白雪焦抿了下小嘴, 微微开合, 酝酿了下, 红着脸叫了出来, 力, 力千凡。 这田诺柔弱的小声音, 把力千凡原本的一颗坚硬钢铁之心, 都化成了铁水。 以后不再立功的时候, 你就叫我的名字, 知道了吗? 好吧, 白雪焦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到, 为了哄他打电话, 只好先应下。 白雪焦听着力千凡给王校长打电话, 叮嘱他先不要把白慕泽是他女朋友弟弟的身份讲出去, 要暂时保密。 王校长二话不说的, 就答应了。 中午吃完饭, 白雪焦感冒比早上重了些, 有点困就又睡了。 力千凡在卧室一边守着他, 一边审批几个项目。 工作做得差不多后, 力千凡看白雪焦还睡得熟, 就去力老夫人那院看奶奶。 一进垂花拱门, 老夫人正在院中试弄花草, 张妈陪在他身侧。 千凡来了。 老夫人放下手中浇花糊, 笑得慈祥, 快过来坐, 奶奶有话要问你。 奶奶, 你有什么话要问我呀? 力千凡感觉出奶奶要问的是很关键, 如果普通的事, 那不是马上就问了, 用不着还特意说一下。 祖孙俩坐在院中小凉亭中, 小张啊, 这里没你的事了, 先下去歇着吧。 是, 老夫人。 张妈走后, 力老夫人才是严肃起来, 说, 千凡, 刘管家说雪焦病了, 要请一个星期的假。 是啊, 奶奶。 病了要请一个星期的假, 奶奶可以理解, 但是奶奶不明白的是, 刘管家和我说, 是你帮雪焦请的假, 这是怎么一回事。 力老夫人的态度有些严肃, 同时, 力千凡也正色起来, 奶奶, 雪焦现在在我呢? 白雪焦不希望老夫人知道这件事, 所以这次力千凡没直接说出来, 只是委婉地点了出来。 就算奶奶知道了, 也不是她说的, 是奶奶自己发现的。 爱老夫人深深地叹了口气, 雪焦是个好孩子, 你对她, 是怎么打算的? 奶奶, 我很喜欢雪焦, 我会好好对她的。 没了。 嗯, 力千凡疑惑问道, 不然呢, 还有什么? 老夫人一听就懂了, 看来孙子还是没定性。 是啊, 他们这代人, 怎么能跟老一代人比? 老夫人那一年代, 结婚都是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两家说定后, 就直接成亲了, 也没有什么处朋友谈恋爱一说。 现在的人可不一样, 结婚之前得谈女朋友, 谈一个还不够, 得多谈几个, 多谈几个也不一定成, 得再多相处相处, 看看是不是适合过日子结婚。 就算适合过日子结婚, 那也得看是不是对的人, 遇到对的人也不一定成, 还要看是不是对的时候。 这都可以理解, 毕竟现在哪个小年轻的, 刚好上就张罗结婚的。 若要是门当户对, 以结婚为前提的相亲, 还好说。 但千凡这种情况, 她才二十七, 和雪焦自由恋爱, 又身份悬殊, 估计是还没考虑到结婚那一步。 丽老夫人有点惋惜, 只觉得雪焦出现得早了, 要是再过个几年, 等千凡熬到个三十五左右, 说不定这是成的可能性更大。 丽老夫人想得很对, 丽千凡的确是还没想着, 跟白雪焦结婚。 不是不想, 只是没想到这些。 千凡啊, 可不能让人家姑娘吃亏, 花钱上别抠嗽, 既然人家跟你一场,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 别亏待人家。 奶奶, 您就放心吧, 大孙子我的人品, 您还信不过吗? 信不过, 怕你上梁不正下梁歪。 不会的不会的, 我肯定带雪焦好好的, 除了奶奶, 我对她第一好, 浓心都比不过。 油嘴滑舌的。 老夫人脸上的笑都受不住了。 对了, 千凡啊, 那这件事我就算是知道了, 奶奶支持你和雪焦, 但你还是得低调, 你爸妈那边尽量别这么早说, 先稳稳的。 老夫人怕力千凡的爸妈知道了之后, 这件事会变得更复杂, 不希望两个孩子的感情受到外衣影响和干涉, 只想让他们好好相处。 嗯, 奶奶, 我明白的, 雪焦陪着我我贴心, 也不能把她全让给你, 还是得让她在我这儿, 但是每周的清洁, 让她去你那把, 平时还得在立功, 你要是想见她, 那就回来。 老夫人觉得这也是一个筹码, 可以让孙子偿回家来住。 行, 奶奶, 您能把她一个星期借我一天就成, 我不贪心。 对了奶奶, 雪焦她不想让我把我跟她的事说出去, 所以这事儿, 您能不能就当不知道, 我怕她和我生气。 哎呦,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大孙子竟然有怕的了。 行, 奶奶就当不知道, 睁一眼闭一眼的, 不掺和你俩的事, 但是千帆, 你要记住,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 过程必须真心实意, 一心一意, 可别像你爷爷那样, 他死我也天天骂, 让他在下边也不得清静。 立千帆憋着笑, 说道, 行, 奶奶, 您的话我记下了, 放心。 立千帆回来的时候, 白雪焦已经醒了, 在客厅的角落里看衣服, 是他们去办护照的那天, 遇见立农星, 在机场的奢侈品会员商场买的。 大少爷, 这些你没有扔掉啊。 嗯, 立千帆从身后把白雪焦抱住, 那天我很生气, 很想把他们都扔了, 可是看见这些衣服, 就想到了你穿着他们的样子, 我舍不得扔。 立千帆又牵着白雪焦, 去卧室的床头柜里, 拿来的那条月光石链子, 又把他给了白雪焦。 还有这个, 我也没舍得扔。 白雪焦接过来, 珍重地拿在手中, 脸上全是幸福的笑意。 对了, 我得给姜特柱发个微信。 立千帆拿出手机, 翻了聊天记录, 复制了一段, 又粘贴在了姜特柱的对话框, 之后给白雪焦看了眼。 白雪焦一看, 他发给姜特柱的是一列清单, 据是数码产品, 就是上次被他砸掉的那些。 微信里, 立千帆告诉姜特柱, 在买一套一模一样的。 白雪焦趁怒地瞪他一眼, 你那天把这些东西都砸了, 你知不知道, 我都心疼死了。 只心疼东西, 不心疼我。 白雪焦故意气他, 不心疼, 你有什么好心疼的, 那么凶, 我躲你还来不及, 怎么会心疼你? 你说什么? 我凶? 嗯, 好凶的。 小焦焦, 你是不是没见过, 什么叫真正的凶? 立千帆揉了揉手腕, 冲白雪焦挑眉。 那我就凶给你看。 立千帆抓着白雪焦, 就挠他的痒痒, 白雪焦哈哈笑着, 又因为还病着, 有些没力气, 只好求饶。 不要啊, 大少爷, 哈哈哈哈, 好痒啊。 两人闹着闹着, 就滚到了沙发上, 立千帆不经意间, 触碰到了软乎乎的, 爱不失手了。 焦焦, 你叫我什么? 大少爷啊。 嗯, 立千帆鼻音上痒, 拖得长长的。 不对, 我刚才怎么和你说的? 虫叫, 白雪焦桃被大手拢着, 小脸胀的通红, 又酝酿了下, 才结结巴巴地叫了出来。 立, 立, 立千帆, 嗯, 很好听, 但是怎么结巴了? 再叫, 立, 千帆, 还是结巴了一下, 再来。 立千帆, 嗯, 真怪, 明明气氛这么好, 可是因为白雪焦病着, 立千帆什么都不能做, 只好忍着。 两人回到床上, 肌肤相亲, 紧密相拥, 唇齿相接, 即便没有做什么实质性的, 可是能与爱人这样一微轻易地在一起, 便是幸福的。 立千帆是, 白雪焦也是。 即便当下是幸福的, 但在白雪焦心里, 还是没有彻底信任立千帆, 自觉没办法进行一段与他对等的恋情。 白雪焦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深远, 父亲形象的崩塌, 母亲悲惨结局, 都已经刻入了他的骨髓, 轻易抹不掉了。 再加上两人阶级差距, 近乎无法逾越, 所以, 就算立千帆口中两人是男女朋友关系, 白雪焦依然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 如同被立千帆包养那般, 是见不得光的。 清晨, 朝阳将大地镀上了浅金色, 立千帆派出司机和办事助理, 带着白木泽回大石沟村, 去和学校沟通转学的事。 本来也不需要白木泽出面的, 可是他想回一趟舅舅家。 那天他和白雪焦出来的太急了, 有些东西没拿出来, 所以他就跟着一起回去了, 并到舅舅家拿东西。 还按着白雪焦说的, 把妈妈的遗物, 和姐姐剩余的行李也都拿回来。 What? 白雪焦看着白木泽拿回来的妈妈生前的衣物, 眼眶含泪, 立千帆在一旁柔身安慰着。 根据白木泽概括的说法, 立千帆只是知道姐弟俩的妈妈爸爸都不在了, 并不知道的特别详细。 还知道舅舅舅妈给白雪焦介绍了个赵老板, 并且因此闹翻, 立千帆心下气愤, 于是问道, 雪焦, 那个赵老板我已经派人去干涉, 他的山庄很快就开不成了, 至于你的舅舅舅妈, 要不要我也出面教训一下? 白雪焦摇摇头, 不用了, 大少爷, 我舅舅舅妈再怎么说, 也养我们姐弟俩好多年, 他们之前带你们好吗? 有没有虐待过你们? 立千帆继续问, 白雪焦回想了下, 舅舅舅妈在姥姥和妈妈刚去世的那阵子, 可能是考虑着想把他们送过儿院, 再加上小泽一下没了妈妈, 夜里总是哭闹, 吵得舅舅舅妈不耐烦, 所以他们那时候经常甩脸子, 只给白雪焦吃剩菜剩饭, 偶尔还打两下, 可是他们没打小泽, 白雪焦便也没在意记仇, 可是后来突然有一天, 白雪焦放学后, 去托儿所接了白诺泽回来, 看见舅舅舅妈给他做了好多好吃的菜, 有红烧肉, 还有鸡腿, 白雪焦知道, 是因为他在家经常帮忙干活, 也把弟弟照顾得好, 舅舅舅妈气消了, 所以就变好了, 自那以后, 舅舅舅妈就开始和善起来了, 这么多年了, 一直也还不错, 虽然不是那种掏心掏肺的, 但也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吃穿用度上, 跟白小瑶白小慧也差不了太多, 念着亲戚一场, 他们只是农民, 生活也不宽裕, 还要养养的别家小孩子, 确实不容易, 白雪焦不想与他们计较什么, 大少爷, 不用了, 我舅舅舅妈没太亏待过我们, 而且我两个妹妹, 跟我们的关系也还不错, 文言, 利千凡就放心了, 只要白雪焦不想追究, 他也不会去与一家子农民过不去, 白雪焦在利千凡屋子里养病, 又过了五天, 病才好的差不多了, 嗓子不哑, 鼻子也通气了, 这几天, 白木泽除了回大石沟村拿了一趟东西, 一直在立宫宿舍自己看书学习, 他没有在立宫里乱逛, 也没有去打扰姐姐和利千凡, 他知道姐姐在养病, 只有在利千凡公司有急事出去不在家的时候, 白木泽才去利千凡的院看白雪焦, 利千凡觉得白木泽这个小子, 聪明机灵, 乖巧懂事, 有眼力价, 实相, 能处, 所以, 让助理给他买了好多新的衣服和文具, 可爱书什么的, 还特地跟刘管家说了, 白木泽现在住那个宿舍, 就给他留着, 以后他周末回来可以住, 一转眼就到了御花园小学入学这天, 利千凡特意空出时间来, 和白雪焦一起去送白木泽上学, 白雪焦想低调一些, 所以没让利千凡开他的豪车, 就开了个奔驰, 司机也没用, 他亲自载着姐弟二人, 去了御花园小学, 路程不远, 开车十来分钟就到了, 奔驰车停在御花园小学门口, 淹没在一众进口名车中, 丝毫不显高调, 今天是周一, 周末回家的学生都是今天返校, 进行为期一周的学习生活, 所以校门口的人车比较多, 副驾上的白雪焦解了安全带, 透过挡风玻璃, 看了下外边情况, 说道, 利千凡, 我自己去送小泽就好了, 反正只是送到门口, 才十来步, 你在车里等着好吗? 我怕你去了会引起骚动, 经过了利千凡几日的调教, 白雪焦叫他名字越来越顺口了, 刚开始还别别扭扭的, 总是磕巴, 立了好几下, 才跟出来千凡, 现在终于有点小女朋友的样子了, 利千凡觉得这样非常好, 可是白雪焦还是习惯叫利千凡大少爷, 但如果白木则在, 就会尽量称呼他的名字, 好吧, 焦焦, 那你去吧, 我在车里看着你, 白雪焦点点头就下车了, 拉着弟弟往学校门口走, 他今天从利千凡给他买的那堆衣服里, 选了一套稍微温婉贤淑一点的, 看起来像是个豪门闺秀,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一位很年轻的妈妈来送儿子上学, 毕竟姐弟俩长得有点像, 都是相貌出众的, 当然更多人觉得是姐弟, 因为白雪焦看起来就像个未成年, 校门口好多人都是艳羡的目光看向白雪焦, 航门圈子就那么大, 很多都是互相认识的, 有几个学生家长还在焦头接耳的议论, 这是哪家的, 怎么从没见过, 白雪焦不想成为焦点, 他打算把白木泽送进校门就走, 今天有转学生的新生登记, 白雪焦硬邀在门卫处填了下表, 旁边等着的一个中年男人, 看到他写的就说话了, 你是白木泽的家长, 是他姐姐吧, 嗯, 我是, 白雪焦点头, 您是, 你好, 我是王校长, 王校长满脸堆笑, 今天白木泽第一天来上学, 他去跟班上课, 我带你参观一下校舍吧, 白雪焦也非常想进去看看弟弟学习生活的环境, 他低头看了眼白木泽, 就听到他说, 姐姐, 你去吧, 那我去二班那边集合了, 我是二班的, 嗯, 小泽, 那你快过去吧, 白木泽进了校门, 就蹦蹦颠颠地奔着五年二班那边去了, 之后, 白雪焦便说道, 王校长, 那你等我打个电话, 他拿出手机来, 拨了号码, 对面应答声很快响起, 喂, 雪焦, 怎么了? 白雪焦捂着话筒和嘴巴, 小声说, 大少爷, 王校长说带我去参观校舍, 我想去, 你要是有事就先走吧, 不用等我, 我没什么急事, 我在车里等你, 嗯, 那好吧, 白雪焦回头看了眼, 见丽千凡在车里朝着他摆了摆手, 便和王校长一起进去了, 御花园小学部恰如其名, 整体环境看上去, 就像是皇宫里的御花园一般, 学校不像护城和小学那样, 通过栅栏就可以看到操场, 而是极为隐蔽的, 校设备宽阔茂密的律化带雨道路隔开, 静谧又吸引, 孩子们在里边学习和生活, 丝毫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 室内宽敞, 窗明激进, 每个教室都有最先进的多媒体设备, 如果说这些是一个稍微正规的小学必须做到的, 那他在素质教育方面, 着实让白雪椒大开眼界, 每个班级每天都有两名生活老师和两名外教老师负责孩子的日常起居, 每周一三五下午有两个小时的课外拓展, 教授一些高尔夫, 马术等上流社会的娱乐项目, 还有射箭, 冰球, 美术, 乐器, 舞蹈等等各种特长社团, 就连学年旅游都是去国外, 这让白雪椒回想起了大士沟小学, 春游就是去县里的公园, 参观了一圈后白雪椒回到车里, 力迁凡关切地问, 雪椒, 学校怎么样, 很不错吧? 嗯, 大少爷, 这个学校真的是太棒了, 白雪椒都有点心动了, 若是自己也是十岁, 那该多好, 可惜人生没有机会重来, 那一年他才十五, 就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放弃了学业, 白雪椒突然冒出大胆想法, 他突然间很想去读大学, 住宿舍, 吃食堂, 和同学一起学习生活逛街, 在象牙塔中接受知识的洗礼, 这是白雪椒做梦都不敢梦到的, 大少爷, 我, 我, 可是突然想到他高中的课程一天都没上过, 也不是很聪明, 甚至可以说是笨笨的, 特别是数学物理, 初中的内容就够他喝一壶的, 经常不及格, 更别提高考了, 还有他的年龄, 虽然在社会上是属于比较小的, 但是放入高中校园就是大龄了, 他不可能再回去念高中了, 更是没希望进入大学校园的, 一想到这, 心口的小火苗又被自己泼了盆冷水, 浇灭了, 不过也没关系, 还好他有弟弟, 只要看着弟弟上了好大学, 比自己上大学还高兴, 他刚才话说了一半就顿住了, 厉千凡便追问道, 怎么了, 雪娇, 白雪娇示然地笑了下, 没事了, 我们走吧, 厉千凡没有发动引擎, 左手摆着方向盘, 右手牵着白雪娇的手, 雪娇, 他欲言又止, 声音里满是不舍, 我明天一早要去英国, 厉千凡刚才在车里等白雪娇的时候, 接了个电话, 是姜特住的, 同他汇报前几天英国的项目谈得差不多了, 对方说厉千凡一到, 立马就可以签合同, 白雪娇淡淡地嗡了声, 心里也有点舍不得, 厉千凡握了握白雪娇的手, 说, 今天是周一, 奶奶上次说了以后, 每周一还是让你去我的公寓打扫, 我们下午就回去吧, 好的, 大少爷, 厉千凡要把白雪娇带回公寓, 目的可不是让他去打扫卫生的, 他心里打着注意, 想着白雪娇感冒已经好了, 而且明天的飞机去英国, 所以回公寓去若是不做点什么, 厉千凡都觉得对不起自己这么多天的禁欲, 驱车一个小时, 从京市西四环到达了东三环, 厉千凡却没有直接将车开入地库, 而是停在了到边便利店的门口, 侧方停车的功夫, 白雪娇问, 大少爷, 我们不回公寓吗? 娇娇, 你在车里等我, 我去便利店买点东西。 厉千凡将车驶入停车位, 解开了安全带, 白雪娇抬眼, 朝车窗外一看, 竟然是这家? 这个便利店是全球连锁, 世界驰名, 有些甜点做得非常好, 白雪娇只来过厉千凡的公寓一次, 上次被厉千凡睡了, 慌张匆忙地离开, 根本没注意, 这次才发现, 大少爷, 等等我, 我也要去。 好, 厉千凡绕到车另一边, 帮白雪娇开车门, 白雪娇这几天特别想吃甜的, 他跟厉千凡一起进了便利店, 直奔冷藏柜那边挑选, 他看着摆了满满两大柜子的各种制成品, 冷藏餐点, 蛋糕, 有好多都想吃, 就去门口拿个小篮子。 蛋糕各种口味都有, 巧克力, 香草, 抹茶, 香芋, 卡布奇诺, 草莓等等, 白雪娇每种都挑了个代表, 已经选了六个了。 利千凡只想买一样东西, 也不用挑选, 他一直跟着白雪娇看他挑蛋糕, 见小女朋友一口气买了六个, 那肯定是给自己带粉, 娇娇, 我不喜欢吃甜食, 不用帮我拿, 这都是我自己要吃的。 白雪娇顾不得利千凡, 眼神也不给一个, 还在那两柜子甜品上扫试。 利千凡觉得自己有点自作多情, 最后, 白雪娇多加了一个白桃口味, 一个葡萄口味的, 一共选了八个小蛋糕, 之后又去挑了两瓶清爽的茶饮料, 就打算收手了。 白雪娇将小篮子放在收款台, 却见利千凡什么都没拿。 利千凡, 你怎么没买啊? 你不是说要买东西吗? 嗯, 利千凡从收款台旁边的架子上, 拿了两盒最大号的小雨伞, 低下头来, 在白雪娇耳边, 用男人急剧诱惑的底词嗓音说, 娇娇, 我就是来买这个的。 白雪娇的脸快烫熟了。 两个人回到公寓里, 利千凡就已经等不及了, 门一关, 就直接从后边把人给抱住了。 男人强势地把他的小女佣转过来, 夺去了那箱软的嘴唇。 两人一路亲着, 从门口到了卧室。 突然之间, 白雪娇感觉下腹脚痛了两下, 随即便是一股热流。 这是很熟悉的感觉他乌叶着 震开了利千凡的唇, 有点慌张地说, 大少爷, 我, 我想去卫生间。 这一场战役不知道要打多久, 很可能要一直交战到明天早上, 憋着可不好, 利千凡只好暂时压下冲动, 放了白雪娇。 白雪娇去厅里拎上自己刚才丢在地上的包, 才去了卫生间。 他坐在抽水马桶上, 一看, 果然怪不得这么想吃甜的。 白雪娇大姨妈一向不太准, 所以包包里时刻背着卫生巾和小内裤。 他换上干净的之后, 却不知道怎么和利千凡交代了, 但是必须得出去面对啊。 他只好低着头, 慢慢地打开了卫生间的门。 白雪娇回到卧室的时候, 利千凡正依靠在床头上, 拆着小雨伞的外盒, 嘴里还自言自语地嘀咕着。 刚才没注意看, 怎么两盒才六个, 还以为能有十个呢, 也不知道够不够。 大少爷, 白雪娇双手搅在一起, 站在床边, 利千凡抬头, 一见了自家小女朋友, 就把她拽进怀里, 刚想继续亲, 就被白雪娇的小白手捂住了嘴。 大少爷, 今天不行了。 小女佣委委屈屈的样子, 眼眶都红了。 利千凡从自己嘴上拿下她的小白手, 问道, 为什么? 我? 我亲戚刚刚来了, 白雪娇的小声音比蚊子也大不了多少。 谁啊? 急着找你, 要你回去? 让她等等不行吗? 娇娇我明天一大早的飞机。 不是的。 白雪娇咬了咬嘴唇, 又红着脸解释道, 我? 我大姨妈来了, 大姨妈? 她来找你干嘛? 你不好意思拒绝我和她说, 说你工作走不开, 让她等一天。 哎呀, 是历驾, 月经, 生理期, 大少爷, 我来历驾了。 利千凡只觉得脑人里轰隆一声, 像是被一个晴天霹雳给劈中了。 他抱着白雪娇, 只能看不能吃, 松手也舍不得, 抱紧也不敢, 就这样不上不下地僵持着。 过了好半场, 终是向命运妥协了。 娇娇, 利千凡声音有点哑, 你先躺着吧, 我去冲得凉。 两人才睡过一回, 虽然那一回就有好几次, 但是因为药的影响利千凡那时候太急了, 基本就是植入正体的, 导致她都没有好好地欣赏小女佣的娇柔玉体。 这都过了多久了, 好不容易又有了机会, 却是这样的结果, 利千凡觉得自己太难了。 白雪娇躺在床上, 听到了浴室内哗啦啦不停的水声, 还有沉沉的似有若无的男性, 低沉闷哼, 过了也不知道多久, 水声停止, 利千凡才穿着大鱼袍出来了。 她回到床上躺着, 把白雪娇抱住了, 就算是不能做什么, 自己也数解过, 可看着眼前白白嫩嫩的小女朋友, 也是难以自持。 利千凡又去亲她摸她, 没多久她就又可以了。 娇娇, 我忍不了了。 大少爷, 那怎么办啊? 白雪娇急的眼眶, 滚着小泪花,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娇娇, 我很难受, 其实还有别的办法可以帮我解决的, 你听不听我的话。 泪眼婆娑的小女佣, 趴伏在男人健壮的胸口, 乖巧极了。 听, 大少爷, 只要你能好受些, 我全都听你的。 利千凡拖起她的小脸蛋, 盯着她那开合的粉嫩小嘴, 说了些什么。 虽然没做到最后, 但是利千凡觉得这样也可以了。 她看着去洗手间洗脸刷牙出来, 脸色飞红的白雪胶, 亲了她的眼睛和嘴巴。 娇娇, 辛苦你了, 下次我也这样帮你。 我, 我, 我才不要, 白雪脸红的像个苹果。 利千凡坏坏坏的一笑, 要不要的, 等你以后就知道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 就快要到出发去机场的时间了, 司机和姜特住已经等在楼下。 利千凡吃了白雪胶做的爱心早餐后, 便穿好衣服, 拖着行李箱, 站在玄关处穿好鞋, 心里眼里全是不舍。 娇娇, 时间还早, 你晚上都没怎么睡, 早上又起, 这么早给我做饭, 再休息会儿吧, 什么时候想走再走。 利千凡又给了他一张黑卡, 说, 这个卡你拿着, 休息的时候和朋友一起逛街, 想买什么都买下来。 再亲了白雪胶好几下, 就急着下楼去赶飞机了。 白雪胶收起卡片后, 一直惦记着昨天买的小蛋糕, 还没吃机会呢。 他现在好想吃, 都拿出来摆在桌上, 可是他张了下嘴, 觉得嘴巴好酸, 张不了太大, 都怪大少爷, 本来还想着录制一个吃蛋糕的视频发网上呢, 这下也录不成了, 但他又受不了美味的诱惑, 而且蛋糕放久了也不好, 就一小口一小口, 慢慢地吃了两个小时, 把蛋糕都吃完, 就回了立宫。 在立宫, 没有利千凡的日子, 白雪胶又恢复了以前的状态。 晚上回到宿舍住, 白天专心陪着老夫人, 日复一日, 平淡宁静。 下了班后, 都是时间比较晚, 他会回宿舍煮点宵夜吃。 虽然立千凡之前说过, 他不在的时候, 他院子里的小厨房, 可以随便白雪胶用, 可是白雪胶总是怕被别人撞见, 影响不好, 就只是在宿舍里, 用小电锅煮点吃的。 现在白雪胶的设备很好, 立千凡把那些摔了的数码产品, 全部给他买了套一模一样的, 拍出来的视频高清, 声音也清楚, 浏览量更多了, 还有厂商找白雪胶打广告。 但是碍于他不肯露脸, 给的价格都不高, 不过没办法, 立千凡明确规定, 不许白雪胶出镜的。 白木泽周六日放假回来了, 一见了白雪胶, 小嘴巴巴巴巴, 不停地讲着学校里的事, 说老师们都很好, 同学也非常友善, 课外活动丰富多彩。 之前白雪胶还有些担心, 怕弟弟的家庭条件, 跟其他同学差得太多, 会融不进去, 或是被排挤, 现在看来可以放下心了。 立千凡给白木泽找的英语外教老师, 周末也过来了。 教学形式非常轻松随意, 老师带白木泽去商场, 饭店, 景点, 无需刻意去教, 采用的是边玩边学的方式, 白木泽的接受度非常好。 国内时间比英国快了八小时, 两个人视频的时间不好凑, 一般是在早上。 白雪胶这边刚睁眼, 六点半, 英国是晚上十点半, 立千凡睡觉之前, 抽出一会儿来视频。 其余的时间, 就是发发微信, 不过都是立千凡主动。 白雪胶怕打扰她工作, 而且自己这边照顾老夫人, 不能摸鱼, 便从来也不主动发, 回复也是等休息下班之后。 立千凡心里不舒服, 觉得她家小女朋友, 总是表现得淡淡的, 不积极, 一点都不沾她。 明天是去玉竹院寿楼处, 签购房合同, 交全款的日子。 白雪胶兴奋极了, 觉得过了明天, 就正式成为有防疫组了, 晚上她煮了两包火鸡面做宵夜, 拍了吃播视频, 觉得很饱很满足。 想想现在的日子, 吃得饱穿得暖, 还马上就有房子了, 弟弟的学校问题也解决, 真是没有什么忧愁了, 多亏了大少爷。 剪完视频上传到A站和抖音, 已经快十一点了, 白雪胶也不困, 躺在床上刷抖音, 突然有条微信消息过来了, 是立千凡的。 英国那边, 此时是下午三点, 立千凡在会议中, 抽空给白雪胶发了消息。 想你白雪胶抱着被子, 在床上滚来滚去, 看着她发的那个滑稽表情包, 嘴角的笑眼使不住。 我也想你, 我今天晚上有个宴会要参加, 可能要到很晚, 不能和你视频了。 没关系的, 你的工作最重要。 你那边十一点了, 怎么还不睡? 我马上就要睡了。 立千凡看着手机 两人简短的几句对话, 再往前翻了翻聊天记录, 有点点想失落。 自己这么想她, 还没说两句她就说要睡了, 文字也是冷冰冰的, 觉得这个小女朋友 像是有点没心没肺肺。 按理说, 男朋友出差, 女孩子不是应该每天吵着 要视频看看。 听说不能视频了, 就哭唧唧耍小脾气的, 还要时时刻刻微信发的不停吗? 可是白雪胶 总是很冷静懂事的样子。 虽然心头有点小失落, 不过立千凡觉得 这样也有好处。 如果她家雪胶 真是那么粘人的女孩子, 一说不能视频, 就掉小眼泪, 立千凡恐怕工作都没心思, 恨不得直接打飞机回去了。 这样一想便有些释怀了, 立千凡继续打字。 好吧, 那你早点休息, 晚安。 大少爷, 晚安, 工作加油。 结束了和立千凡的 简短微信后, 白雪胶躺在被子里, 继续刷抖音, 刷着刷着, 就刷到了一条 劲爆的大新闻。 抖音热榜, Top 1。 立千凡安情子, 两世情缘定今生众所周知, 立千凡十五岁的时候, 演过历史名将 魏子鱼将军的少年时期。 他轻为竹马的安怀公主, 就是由安情子出演。 剧情是因为大周国力衰弱, 周王便派出了 十三岁的安怀公主 去与齐国和亲。 十五岁的魏子鱼 失了心上人, 哀痛欲绝, 心如死寂。 但他没有被打倒, 想通后很快从绝望中走出, 开始磨砺自己的实力和心智, 成为了大周头号大将军。 十年后, 带兵攻打齐国, 欲要抢回安怀公主。 可是齐国强大, 就算是魏子鱼一人骁勇善战, 还是抵不过两国兵力的玄殊, 和卑鄙的齐王以安怀公主性命作为要挟。 最后安怀公主为了国家和心上人, 不得不持剑自吻。 经过殊死搏斗, 两方数十万兵力拼杀三天三夜, 魏子鱼率领的大周显胜。 但是魏子鱼随后也是自尽在了安怀公主的坟墓前。 这逼的结局, 是当年全国人民的一难评。 饰演将军和公主的两个小演员, 比两个成年演员更让人印象深刻。 特别是他们小时候甜甜互动的戏码。 魏子鱼人设是冰冷不苟言笑的少年, 安怀公主是古灵精怪的小少女, 她每天在魏子鱼面前聊播不断, 却不经意地聊动了少年的心。 少年时期的剧情五集就结束了, 不知道有多少CP粉都带入了现实, 希望利千凡和安情子在续剧中前缘。 可是安情子拍完戏没多久就出国了, 利千凡也是就此隐退娱乐圈。 剧集播出到现在, 已经十年了, 观众就是这样苦苦地等了十年。 终于在剧外等到了两人甜蜜互动。 这些背景, 白雪娇也知道, 毕竟利千凡和安情子在当年太爆了, 那个剧他都刷了好多遍。 当然也有很多利千凡的女友粉, 还有吊丝男, 反对这对CP, 毕竟利千凡可是国民初恋, 安情子也属于宅男女神一挂。 但是一件事若要火爆起来, 各种声音必须都有。 赞成的有, 反对的有, 两方交锋, 这件事就被推上了顶点, 微博和抖音热搜, 双爆双top1。 白雪娇刷着狗仔拍到的视频, 是利千凡和安情子, 在英国的一处五星酒店门前交谈, 很亲密的样子, 利千凡还牵着她的手。 虽然视频很糊, 但是看得出他们两个敌手, 的确是挨在了一起, 而且安情子好像还在往利千凡怀里靠。 白雪娇看着那个视频, 虽然才短短的不到十秒, 心里像被撕碎了一样疼。 明明不久前, 她这么温柔地牵着的人, 是自己。 可是, 就算是心里难受, 白雪娇也知道, 安情子和利千凡才更相配。 他们从外貌、家事、学识、阅历、能力, 都是那么的般配。 看着那些CP粉网友的评价, 白雪娇觉得自己根本就是个局外人, 心情像是坠入了深渊。 白雪娇回忆着和大少爷在一起的初衷, 她其实一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结局。 她和利千凡, 若不是因为在公寓那次意外, 本来就应该是两条平行线, 永远没有焦点。 就算想得明白, 可是白雪娇还是控制不住, 泪珠一颗接着一颗的往下躺。 即便网上的新闻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这件事却是给了白雪娇实实在在的当头一棒, 也是为她敲响了警钟。 她知道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少爷对她太好, 让她有些迷失自我, 便只能在心里默默告诫自己, 一定要端正自己的位置, 千万不可以再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望。 正当白雪娇反思的时候, 手机铃声响了, 来电显示是梁思思, 白雪娇吸了吸鼻子, 平复了下心绪, 把电话接了起来。 一入耳, 就听见梁思思在电话那头哭得厉害, 气不成声, 什么也说不出来。 思思, 你怎么了? 你别光哭, 快说话呀! 雪娇, 梁思思收了收情绪, 我怀孕了, 怀孕了! 白雪娇前不久刚知道承远在脚踏两条船, 就问, 那你要跟承远哥结婚吗? 我跟他说了, 他说现在没能力养孩子, 要我把孩子打掉。 白雪娇听了, 气愤极了, 已经完全不记得刚才自己的委屈, 心里全是为梁思思和立农兴感到不值, 觉得这承远根本就是个渣男啊。 思思, 那你是怎么想的? 我? 我不知道, 我还没去医院检查, 承远他太忙了, 抽不出时间, 雪娇, 你可以陪我去吗? 我一个人害怕。 好, 思思, 你别怕, 我明天刚好请假了, 上午没事, 我去你家找你。 第二天一早, 白雪娇换了身简单普通的衣服, 早饭都来不及吃, 啃了个面包, 就赶紧去了梁思思租的房。 之后, 两个人一起去了附近的北华医院, 这里的妇科人挺多的, 挂了号, 两个人就坐在等候区的椅子上, 一边等叫号, 一边聊天。 思思, 你是自己验过了吗? 嗯, 我用验韵棒验的, 两道杠已经很深了, 梁思思性子也是软软的, 经常没有煮心骨。 雪娇, 怎么办? 如果承远不肯, 现在就让我把孩子生下来, 我该怎么办? 这是我的孩子, 我舍不得打掉。 现在孩子生不生的都是后话了, 最重要是承远那个人品, 不只是梁思思一个, 她另一边还跟丽农星好着呢。 白雪娇知道, 承远肯定是贤贫爱妇, 丽农星漂亮, 又是豪门大小节, 所以她根本就是个抛弃糟糠的陈世美。 白雪娇最恨这种男人, 她和妈妈深受其害。 可是看现在闺蜜惶恐的样子, 也不好在这个时候直说, 梁思思本来就不安, 别再刺激到她了, 只能慢慢跟她渗透。 思思,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承远她最近总是这么忙啊? 梁思思低下了头, 过了好半天, 才继续说, 雪娇, 承远她可能喜欢上别人了, 你知道了? 那怎么还想给她生孩子, 还不和她分手呢? 哪里那么容易就分手, 我人都是她的了, 我从小就跟她好了。 家里, 所有亲戚朋友都知道, 跟结了婚也没什么两样, 她最近疏远我, 我也不是傻子, 感觉得出, 但是她也没有说出要和我分手的话, 说明她还是舍不得我的, 一定在我和那个女生之间犹豫。 我本来想着, 给她生个孩子, 她就可以回心转意, 才扎破了小雨伞, 没想到她不肯要这个孩子。 雪娇, 我该怎么办? 我不能离开成员, 我不能没有她, 没有她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活不下去了。 梁思思边哭着边说, 惹得白雪娇也是潸然落泪, 请65号梁思思去三诊室就诊, 请65号梁思思去三诊室就诊。 两人的谈话被喊好的广播音打断, 白雪娇赶紧拿纸巾给她擦了眼泪。 思思, 你快去吧, 等你出来了, 我们一起想办法。 梁思思点了点头就进去了, 不过五分钟就出来了, 她拿了单子去验尿, 得等半个小时才出结果。 白雪娇陪梁思思等结果的功夫, 看见了个熟人, 是秦秋儿, 她好像刚才是去化验了, 手中正拿着化验单往诊室那边去。 同时, 秦秋儿也看见了白雪娇。 虽然两个人闹过不愉快, 但是当初在丽家他俩住对门, 也算是很亲密的小姐妹, 所以秦秋儿还是主动跟白雪娇打了招呼。 雪娇, 秦秋儿走到白雪娇身旁的椅子上坐下, 你怎么来复科了? 我是陪我朋友来的, 你呢? 秋儿, 你的孩子怎么样了? 秦秋儿神情落寞, 孩子没了, 被二太太给逼着打了。 白雪娇不敢相信, 没了, 怎么会呢? 这可是二少爷的孩子呀。 秦秋儿哀伤绝望地摇头, 二少爷他根本不承认。 原来, 那天秦秋儿被赶出立家后, 就被安排并严密看管在了一处公寓。 二太太何淑贤倒也没让他等太久, 第二天就去公寓见他了。 秋儿, 我已经问过凌峰了, 他说跟你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 你这个孩子根本不是他的。 秦秋儿跪在地上哀求, 他不信丽凌峰也这么绝情。 二太太, 您相信我, 我的孩子真的是二少爷的呀, 您让我和他通话。 呵, 凌峰在澳洲这么忙, 哪有时间管你的破事。 总之他说从来没碰过你, 孩子肯定不是他的, 你还要打电话干什么? 不, 二太太, 您可以等孩子生下来验DNA, 我除了二少爷外没有别的男人,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这件事。 是吗? 何淑贤才不会这么傻, 等孩子生下来, 那就晚了。 若是这秦秋儿闹出去, 让陆家那边知道了, 儿子的婚事不是黄了? 他有了个主意, 秋儿, 你说得对, 的确是应该验一验, 不过也不用等孩子生下来, 现在的新技术, 可以抽羊水验DNA, 明天我给你安排一下, 要真是丽家的孩子, 不会亏待你的。 秦秋儿真的信了, 可是他不知道第二天等着他的, 竟然直接就是一场堕胎手术。 等秦秋儿醒来之后, 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医院, 下身止不住地流血, 肚子已经空了。 雪胶, 我说要是有一个字假的, 我不得好死, 永远生不出孩子。 秦秋儿咬牙切齿地发着毒誓, 白雪胶听得心惊胆寒, 秋儿, 这可是二少爷的孩子, 一条命啊。 他怎么会不承认? 雪胶, 我刚开始也想不明白, 可这几天我看到 丽凌峰与陆家大小姐 即将结婚斗的新闻, 我就懂了。 我身份只是个女佣, 丽家怎么可能让我进门, 不进门的话, 我的孩子就是个私生子, 还会影响丽凌峰和陆婉婉的婚事, 豪门世家最是狠辣无情的。 白雪胶又问, 那老夫人呢? 老夫人就不管吗? 这是她的重孙呀。 我没再见过老夫人, 不过我猜, 就算老夫人知道了, 她年纪那么大了, 身子又不好, 也管不了我的事, 更何况, 二少爷从来不承认我肚子里的孩子是她的, 老夫人又怎么会管? 我现在被丽家害得失了孩子, 小月子也没做好, 每天都很虚弱不能工作, 丽家一毛钱都没补偿给我, 还好我妈给我留了些钱, 我自己也攒了不少, 要不现在什么都不能做, 只能等死了, 丽家人真是杀人不见血。 丽凌峰和何书贤这两个王八蛋, 一定会断子绝孙。 雪娇, 我不和你说了, 我检查结果刚出来, 好像不太好, 我得去复查了。 经过了一番与秦秋儿的谈话, 白雪娇和梁思思都是心情复杂, 各有所思。 雪娇, 她真可怜, 孩子不明不白的就没了。 嗯, 是啊, 白雪娇也是赞同, 今天秦秋儿的话让白雪娇不得不延伸, 她觉得秦秋儿和自己的情况很相似, 不同的是秋儿有了孩子, 自己没有。 白雪娇不敢想, 如果那晚以后, 她怀了大少爷的孩子会怎么办? 现在只能庆幸, 老天爷没有和她开玩笑。 其实白雪娇有点不相信, 利千凡会像利凌峰那样无情。 可是太太呢, 白雪娇不知道, 她跟利千凡的妈妈, 基本没有过密切接触, 只觉得她对庸人的态度不是很和善, 看起来就让人怕怕的。 所以如果那晚后她有了孩子, 很可能会跟秦秋儿是一样的结果。 半小时后, 化验单出来了, 梁思思果真怀孕了, 已经两个月, 她从诊室出来, 手上紧紧地捏着那化验单, 咬了咬牙。 雪娇, 我决定了, 不管成员要不要我, 我都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秦秋儿的事, 对梁思思触动也是很大, 她听着秦秋儿的讲述, 似乎供情了失去孩子那一刻的感受, 心口如同针鞭刀割般疼痛。 白雪娇觉得梁思思的想法有点冲动, 思思, 你不能这么草率啊, 万一成员她, 不肯回头怎么办? 那我也要自己把她养大。 梁思思小小的一个姑娘, 却是勇气十足, 白雪娇看着她那不可动摇的样子, 没再多说什么, 反正现在这个时代, 又不是旧社会, 人们对这些也是很包容的。 一个女人养大一个孩子, 虽然艰难, 但是为母则刚, 只要努力, 没有什么办不到。 白雪娇握住闺蜜的手, 打气道, 嗯, 思思, 不管你怎么想, 我都支持你, 你有什么难处, 尽管和我说。 雪娇, 谢谢你。 签购房合同的时间定在了下午两点, 白雪娇把梁思思送回出租屋, 给她做了简单的中午饭, 一起吃了口, 又安慰了梁思思几句, 并告诉她, 有什么是拿不准的, 就给她打电话, 两人一起商量, 就走了。 白雪娇坐公交车到了售楼处, 顾潇特意为白雪娇从公司总部过来, 盯着给她签合同, 以防防款的事泄漏。 签合同的过程中, 不知道签了多少个名字, 白雪娇的手都要泪酸了, 痛病快乐着。 去财务那里刷了卡, 一下子180万就没了, 但白雪娇心里却是满足的。 付款后, 公寓的钥匙直接就拿倒了, 白雪娇迫不及待的就去看新家, 顾潇陪着她一起。 白雪娇选的是七楼, 跟力千凡的公寓一个楼层。 706, 多么吉利的数字, 按开了密码锁, 她的家就展现在眼前了。 白雪娇美滋滋地, 在自己的新家里楼上看看, 楼下看看。 若不是白木则在上学, 真应该把她接过来一起分享喜悦。 顾潇哥哥, 这里真好, 比我印象里还大一些呢。 三个房间, 两个厕所, 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好的房子。 嗯, 不过还要再添置些小家具和家居用品, 都置办齐全可能就显得没这么宽敞了。 对呀, 我还要买很多东西, 布置新家呢。 白雪娇看着房子, 粗略地规划着。 这个小公寓单层建筑面积78平米, 是挑高5.8米的loft, 除了客厅挑空的部分, 其余都被分割为两层。 总共三间卧室, 楼上两间, 楼下一间, 两个卫生间, 楼上楼下各一间。 厨房餐厅小阳台,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不只是精装修, 竟然连基础的家具, 床, 书桌, 凳子, 餐桌, 沙发茶几, 都给配齐了, 只需要再添置一些软妆一类, 就可以入住了。 可是今天的时间已经很晚了, 再去买肯定来不及, 只好等下次休息再去了。 收房后, 顾潇请白雪娇去一家广式茶餐厅吃饭, 他们小时候做邻居, 就经常吃这些, 顾潇觉得这家餐厅很地道。 雪娇, 周末你有时间吗? 我陪你一起去家居城。 周末呀。 白雪娇抬眼想了想, 不能确定, 因为他和张妈不能同时请假, 至少得有一个留着照顾老夫人。 顾潇哥哥, 我得回去问问。 顾潇对白雪娇很关心, 想追求他。 从第一次选房交定金, 到今天签合同付全款的这期间, 他给白雪娇打了几次电话, 想约他出来, 都被白雪娇以工作忙为借口推托了。 若不是今天要签合同收房, 他肯定还是不会出来的。 顾潇想多了解一下白雪娇。 雪娇,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很辛苦吗? 不辛苦, 只是工作时间比较长, 不过每个月也有八天假期的, 可是如果我选择不休息的话, 会补工资给我呢?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白雪娇专心吃着眼前的美食, 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顾潇见白雪娇又不说话了, 她知道这个小妹妹从小就腼腆内向, 那只好主动和她说, 雪娇, 你是我看着长大的, 那时候我们住邻居, 白阿姨刚刚怀孕的时候我才五岁, 她和我妈妈经常在一起聊天, 当时还开了笑地说, 说等你生出来如果是个女孩, 就给我做媳妇。 白雪娇吃东西的动作顿住, 顾潇哥哥, 小时候父母的玩笑话, 不能当真的。 顾潇继续说, 雪娇, 我还记得我第一眼看见你, 是在医院里, 你那么小, 脸蛋红红地像个小猴子, 我当时就想着, 我才不要娶个小猴子做媳妇。 白雪娇笑了下, 后来你慢慢地长大, 我经常去你家玩, 我们的妈妈一起做甜品, 我就带着你玩, 等你会走了, 就像是个小尾巴似的, 总跟着我。 再后来, 你突然就离开了, 那时候你才八, 九岁, 我也才十五。 我妈妈很喜欢你, 你和白阿姨离开之后, 她经常念叨你。 雪娇, 自从前些日子遇到你之后, 我真的很开心。 我这些年谈过两个女朋友, 现在是单身, 你可以给我个机会, 让我后半辈子都关心照顾你吗? 啊, 白雪娇没想到他这么直接, 顾潇哥哥, 我, 我, 雪娇, 我对你是认真的, 我妈妈爸爸那边, 你不用有什么顾虑, 他们一直很喜欢你, 我年龄也到了, 觉得该定下来结婚了, 你不用马上答复我, 这样吧, 你考虑几天, 等周末了, 我再打电话问你。 白雪娇继续低头吃着好吃的, 只是有点食之无味了, 纠结了一会儿, 他还是说道, 顾潇哥哥, 你很好, 可是,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虽然他不觉得和立千凡以后会有什么结果, 但是毕竟大少爷为他做了很多, 特别是解决了白木泽上学的问题, 白雪娇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忘恩负义。 还有一点, 他把顾潇只是当大哥哥一样看待, 他喜欢的是立千凡, 虽然拒绝了, 但是顾潇这番话, 让白雪娇听了, 觉得很感动, 一上来就提结婚, 虽然有点唐突, 但是任何一个女人都会被这种许你一生的表白感动。 即使是立千凡, 也没有这样说过, 从来没有过这种承诺。 顾潇得到白雪娇回答, 神情黯淡落寞, 沉默了一会儿, 才继续说, 雪娇, 你的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对你好吗? 怎么没有来陪你看房子? 白雪娇有些哑然, 神情略微不自然地说, 我男朋友, 他, 他很忙, 但是他对我很好。 顾潇感觉出, 他这不是一个正常热恋中少女的模样。 而且, 买房子这么大的事, 男人都不在, 他的感情状态肯定有问题, 像是有什么不能说出口的苦衷, 便也不再多问。 好吧, 雪娇, 既然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我也不好插足, 不过如果你们以后, 顾潇想了下, 才继续说道, 以后你不和他在一起了, 或是有什么困难了, 就来找我, 我这几年都会在京市发展。 白雪娇抬眼看了下顾潇, 见他目光真诚, 却有点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忙又低下头去吃东西。 吃完饭后, 白雪娇没让顾潇送自己回家, 他自己一个人坐在公交车上, 回了宿舍, 忙了一天他才想起来看了眼微信, 一条利千凡的消息都没有。 再一想起他和安琴子的绯闻, 还有今天在医院秦秋儿的话, 就心里闷闷的难受, 透不过气来。 英国伦敦, 利千凡盯着手机里, 派出的保镖传回来的图片, 面色深沉的可怕。 快的机票, 我要马上回国。 利总, 与诺曼先生的见面, 定在明天下午五点。 诺曼是英国贵族, 掌控了英国乃至欧洲的经济命脉, 不能爽约, 利千凡只好改口道, 那最快什么时候可以回国? 可以盯后天最早的一班飞机, 晚上就能到京市。 好, 利总, 还有一件事。 说, 江特助打开微博, 点开了热搜, 利千凡安情子, 两世情缘定今生。 这个, 是不是要处理一下? 江特助问, 利千凡眯眼看了下, 刚要说些什么, 又想了想, 便是改了口, 淡淡道, 不要管。 对于这种八卦绯闻, 利千凡以前一直也不太爱处理, 压热搜就得给某浪钱, 倒不是没有这个钱, 只是没必要, 无所谓。 而且他一向很少跟女的接触, 被拍到的极少, 有些根本都是没有图片, 就靠媒体凭空捏造, 连个图片都没有, 更是不用在意。 安情子这个绯闻, 是前几天利千凡的妈妈李锦华, 说有个朋友在英国, 有合作想和利千反弹, 李锦华便给牵线搭桥, 约了个地方, 却没想到安情子也在。 不过当时不止他俩, 还有好多其他人, 不知道怎么回事, 竟然就被拍了, 还拍得挺巧妙, 这位看起来真的像是牵了手。 他看到了第一眼的反应, 就是得澄清, 不然怕雪橇生气。 可是再想, 那个小女佣也在背着自己, 跟男人约会。 虽然还没弄清楚, 但是白雪橇对待两人恋爱关系的冷静, 一直让利千凡心里有点不爽, 便也想着借这个事件气气他, 看他是什么反应。 又是新的一天, 距离利千凡的绯闻已经三天了。 这几天, 利千凡一条微信都没再给白雪橇发, 更是没有视频电话了。 白雪橇心里很难受, 可是他不敢主动找利千凡, 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工作忙的关系才没联系, 还是因为在和别的女人谈恋爱。 今天午后, 白雪橇被利农兴从老夫人内接走了, 说是要请教他做糕点。 利农兴和老爷太太住在一起, 这是白雪橇第一次来到这个院子。 一进了院门, 利农兴看白雪橇像是有些紧张, 说道, 雪橇, 你别拘谨, 我爸妈都不在, 就我们俩, 白雪橇一听稍微放松了点。 这个院子和利千凡的差不多大小, 院中标配的凉亭, 草坪, 小石子铺路, 和一些小装饰。 不同的是, 这里比利千凡的院子多了些生活气息, 院子里有个玻璃花房, 其中养了不少花花草草, 一看就知识精心培育的。 还有一只紫蓝金刚鹦鹉, 一进了门就喊着恭喜发财, 红包拿来。 白雪橇看着觉得这个鹦鹉好稀奇, 哇, 农兴, 这个鸟大好漂亮啊, 美女, 美女。 紫蓝金刚鹦鹉说, 这是我爸养的, 可会说话了呢? 利农兴又带着白雪橇在院里随便看了看, 就进屋了。 屋子是武士的, 现在利千凡已经分出去住他自己的院了, 所以三口人住得很是松快。 白雪橇庆幸还好今天老爷太太都不在, 不然他就要紧张死了。 两人进了厨房, 利农兴说, 雪橇, 烘焙全套的东西我都买了, 我昨天自己照着网上的教程做了一天, 全是失败品, 都快给我爸爸吃出糖尿病了, 他说什么也不肯再吃了, 今天都被我吓得出去避风头了, 所以我想着还是得请个老师, 就找你来教教我了。 没问题的, 农兴, 不过我也只是会几种基本的, 太难的像马卡龙那种, 我也做不好的, 你要学做什么蛋糕啊? 还蛋糕呢? 雪橇你太高看我了, 我就做点曲奇饼干就行, 那还不简单, 咱们快开始吧。 白雪橇本来想着帮利农兴做一份病讲解, 却听利农兴说, 雪橇, 咱俩每人做一份, 你示范, 我照着你做, 你的那份就可以送给我哥了。 一提力千凡, 白雪橇就又想起他几天都没跟自己联系, 还有绯闻的事, 而且他记得那天在公寓的便利店买蛋糕时, 利千凡说的话, 农兴, 可是大少爷说他不喜欢吃甜食, 女朋友送的男孩子肯定喜欢打, 你就放心吧。 嗯, 那好吧。 利农兴跟着白雪橇的步骤, 将糖油打发, 加入蛋清面粉等, 再装入裱花袋挤在烤盘上。 不同的是, 利农兴那份的糖是正常的份量, 白雪橇想做给利千凡和老夫人吃, 便特地将他自己这份的糖量减半。 烤箱180度, 大约20分钟就烤好了。 利农兴从小柜子里, 拿出了特别精美的蕾丝袋子, 打算包装取其饼干, 两人一边包装一聊天。 白雪橇建这么漂亮的包装袋, 像是要送人的, 问道, 农兴, 这些小袋子好漂亮啊, 你做了取其饼干, 是要送给谁的吗? 我男朋友啊, 就是成远, 上次你见过的。 白雪橇文言心口咯噔的剧烈颤动了下, 总觉得瞒了农兴成远的真面目, 好像是在害他。 利农兴把袋子分给白雪橇, 说, 雪橇, 你也用这个妆。 白雪橇见他这么兴致勃勃, 给男朋友做饼干的样子, 又不好意思扫兴。 再想起来和他一起买衣服那次, 利农兴跟利千凡说了, 说跟成远只是玩玩的。 农兴, 你和他不是只是玩玩吗? 怎么还会做饼干给他? 我那是糊弄我哥的, 不想听他说叫太多。 啊, 不是玩, 那你是想跟他结婚啊? 白雪橇急了, 就怕农兴认真起来。 农兴, 可是他只是个普通学生, 和你身份相差那么大, 你的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雪橇, 你看看把你吓得, 比我哥都关心我。 结婚还早呢, 我才二十, 但是既然交了男朋友, 就要认真地对待彼此啊。 至于我爸妈那边, 我觉得还没必要告诉他们, 现在还没发展到那一步。 白雪橇一想也是, 可是他怕利农兴吃亏。 农兴, 那你可得把他人品考察清楚了, 比如, 他会不会有别的女朋友之类的呀? 不会的, 他功课很忙很忙, 有点时间就都陪我了。 白雪橇看着利农兴这么信赖成远的样子, 不知所措, 又想到思思, 真是心里难受。 总之, 这个男人是渣男没跑了, 白雪橇心觉思思和农兴, 这两个都是好女孩, 必须不能被成远祸害。 但是现在说的话, 时机也不太好。 过几天, 他们就要去菲利岛了, 对于这个全家一起的旅行, 利农兴是非常期盼的。 白雪橇不想利农兴沉浸在伤痛中玩得不痛快, 便决定等菲利岛回来后, 就把成远的真面目告诉利农兴。 农兴, 那你可得把持住了, 不能轻易跟他做什么, 不然就会被拿捏的, 那个最好, 最好是留到结婚以后给老公。 利农兴扑得笑了, 雪橇,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结婚以后。 啊, 农兴, 你, 你不会已经和他, 还没有呢。 我和成远也才在一起不久, 还早着呢, 怎么也等感情再稳定稳定, 还要等我爸爸妈妈同意之后。 利农兴望着白雪橇的笑容暧昧起来, 雪橇, 听你这么说的意思, 难道说我哥还一直忍着? 白雪橇低下头, 咬了咬嘴唇, 他不好意思告诉利农兴, 两人早就睡过了白雪橇这么害羞的女孩子, 如果没有, 那肯定是马上否认。 现在他红着脸沉默不语, 这个反应代表什么利农兴当然知道, 而且他也不相信他哥那个急脾气, 能等得了。 好啦, 不跟你开玩笑了, 这些现在很正常的, 雪橇, 我支持你做我大嫂, 农兴, 我和大少爷可能, 白雪橇刚想说他和利千返可能不会结婚, 就听到院子里有人声。 接着房门就打开了, 进来了两个人, 是太太, 另一个白雪橇没见过, 但是十分的漂亮, 一头绿色大波浪, 披散在肩背, 妆容精致, 比顶流女明星也不差。 再仔细一看, 白雪橇忽然想起来了, 这张脸, 就是利千凡的绯闻女友, 13岁的时候, 饰演过安怀公主的安情子。 他现在长大了, 更美严漂亮了, 李锦华亲切地挽着安情子进来了, 热情地, 带他坐在沙发上, 看着他, 就像看未来而媳妇一样, 而且是很满意的那种。 李锦华余光扫到了 在开放式西厨的利农星和白雪橇, 目光移了过去, 见到女儿满意外。 哎, 农星, 你在家呀? 是啊, 妈。 利农星对着安情子微微点头, 打招呼道, 情子姐, 好久不见, 你从法国回来了, 什么时候回来的? 安情子玩耳一笑, 回道, 农星, 我前几天先到了英国, 今天和千凡一起从英国飞回来的, 是阿姨把我接回来的。 哦, 利农星想起来了, 他哥和安情子的绯闻, 就是在英国的某个酒店门口被拍到的, 不知道雪橇看到没有, 利农星侧脸看了下白雪橇, 见他正专注地在给取起饼干的袋子扎花, 像是没有什么波兰。 妈, 您去机场接机了, 那我哥也回来了吗, 他在哪呢? 你哥他有急事, 先去了趟公司, 一会儿就回来了。 李景华伸了身脖子看了一圈, 没见庸人骑骂, 就说, 那个谁啊, 你给我们七点茶, 再去切个果盘。 李景华是对白雪橇说的, 他只是见过这个小女佣, 是老夫人身边的, 但是不记得她叫什么名字, 虽然没指名道姓, 白雪橇很自觉地抬起头, 是, 太太, 他刚要去泡茶切水果, 就被利农星一把给拉住了。 妈, 雪橇是我从奶奶那寄来教我做饼干的, 已经做好了, 得赶紧给奶奶送回去了, 我去叫其阿姨来, 别耽误雪橇时间了。 李景华没在意, 只是道, 行, 叫谁都一样, 快点就成啊。 利农星让白雪橇拿上取起饼干, 就领着他出去了。 把他送回老夫人那的路上说, 雪橇, 我妈妈她不是有意的, 她就是这样的性子, 对我也是忽来和去的, 你别介意。 白雪橇根本没放在心上, 农星, 我知道的, 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呀, 你不用安慰我的。 嗯, 雪橇, 我哥和那个安晴子的新闻, 你看到了吗? 白雪橇点了点头, 回道, 不过我不在意的, 说不在意是假的, 白雪橇看到那新闻后, 心里酸楚极了, 而且, 力千凡已经三天都没和他联系了, 特别是今天回国了, 都没告诉他。 白雪橇本来还抱着一丝希望, 觉得是媒体在乱写, 毕竟那个图那么模糊, 也许根本不是真的。 可是今天见到了太太和安晴子在一起, 又听说他和力千凡一起从英国回来, 所以, 这事儿怎么想都觉得像是真的。 可是, 他觉得没资格在意, 也不敢去同力千凡质问, 雪橇, 你不在意就好。 力农星没想到白雪橇这么名势力, 都不相信那些媒体的胡说八道, 既然这样, 那就不用再多解释什么了, 反正你知道, 我哥他只喜欢你就可以了。 白雪橇点点头, 说话间就到了老夫人的院子, 白雪橇又回老夫人身旁了。 老夫人正由张妈陪着看狂飙, 见到白雪橇就高兴地说, 雪橇啊, 刚才签凡来电话了, 说下飞机先去公司了, 一会儿到家。 白雪橇也在老夫人另一边坐下, 嗯, 老夫人, 我刚才在大小节那听太太说了。 丽老夫人见她神情毫无喜色, 关切地问, 雪橇, 怎么不太高兴那样子啊? 老夫人, 我没事。 白雪橇摇了摇头, 强颜欢笑着。 刚才在丽农星那里做的小饼干, 白雪橇给分成了两包, 将其中一包拿给了老夫人吃, 老夫人连连夸赞, 另一包她想留着给大少爷。 丽农星回到家中的时候, 看见李锦华和安晴子在西厨那边, 不知道在干嘛, 走过去就听安晴子说。 农星, 我见你这烘焙的材料工具好齐全, 我想给千凡做些小面包, 借用下你的厨具, 可以吗? 丽农星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听李锦华在一旁说, 当然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 情子啊别客气, 就把这里当你自己家。 情子姐, 可是我哥哥他不喜欢吃这些甜的东西, 丽农星有点不乐意, 虽然安晴子出于礼貌地在征求自己的意见, 但是面粉都已经倒在小盆里了, 这不就是先斩后奏吗? 我当然知道, 所以我做的面包是咸口的, 千凡他会喜欢的。 安晴子公事化地笑了笑, 说完就低头揉面团, 丽农星撇着嘴白的白眼睛, 就回自己房间了。 丽千凡从公司出来, 回丽宫的路上, 他坐在黑色劳斯莱斯内, 浑身低气压, 周围散发着阴冷的寒气, 像是要把身边的人都冻死。 姜特柱总觉得自己可能快要被开除了。 以前的丽总虽然也阴晴不定, 但是大多数时候都能揣测到他的心思。 但是最近也不知怎么了, 经常捧着手机偷偷傻笑, 可三天前开始, 他情绪便急转直下, 一直是这幅梅雨沉沉的样子了。 姜特柱推测, 莫不是被安晴子的绯闻影响的。 可是丽总又说不需要去处理, 特别是刚才接了个电话后, 更是感觉他想随时砍点什么。 就在姜特柱觉得可能是自己的问题, 考虑营救辞职的时候, 丽千凡跟他说了件事, 让他去查一个人, 困顿了多日的姜特柱, 终于明白丽总是为何所困了。 是为情所困。 丽千凡回丽宫后第一站, 就是老夫人的院子, 见到了那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小女佣。 此时已经快到晚饭时间, 白雪娇正搀扶着老夫人, 又要起身去大客厅。 哇! 老夫人一见了, 乖孙就洗上眉梢, 拍着大腿说, 大孙子回来了, 哎, 这天天的, 空中飞人, 一个月在国内也待不了几天, 太辛苦了, 钱赚不完, 差不多就行。 丽千凡走过去, 掺着老夫人的另一只胳膊, 说, 奶奶, 我才二十七, 当然要想着多赚钱。 赚钱哪有个头, 先把终身大事搞定, 成家才能立业。 奶奶现在的年代可跟你那时候不一样, 都是先立业后成家, 结婚的时候我还不急, 三十多岁都来得及。 那我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抱上重孙, 这把老骨头能不能熬得住都够呛。 奶奶, 可不准胡说, 您一定能长命百岁。 丽千凡谈话间眼神悄悄越过老夫人, 瞟了几眼白雪胶。 白雪胶只是一直看着前方, 仔细地搀扶着老夫人走路, 没有与丽千凡进行任何眼神交流。 丽千凡恨不得马上把她抓回去房间好好地拷问惩罚, 可是电话里听奶奶说给她办了接风宴, 那只好等吃完饭以后再找白雪胶算账。 总之这个小女佣, 竟然背着她跟别的男人约会, 让她这几天憋着一大口气一直顺下不去, 脑血管都快憋炸了。 到了大客厅, 李锦华安情子还有丽农兴, 以及丽家其他人也都在了。 丽千凡诞生地和众人打过招呼, 目光落在了李锦华身旁的安情子身上。 怎么他也在? 刚才在飞机上就莫名其妙地撞见他了。 下飞机之后看见李锦华, 还以为他妈性情大变, 竟然来接机, 却没料到李锦华说是来接安情子的, 还说在餐厅定了位置, 要带他们两个去吃饭。 丽千凡不太想去, 只好借口公司那边还有急事, 要先回公司, 说晚上再回丽工吃饭就好。 没想到他妈就把安情子邀请到家里来了。 千凡, 安情子水谋寒春, 声音娇柔地唤了声。 他感觉丽千凡有些意外, 上前一步, 跟丽千凡站得近了些, 奄然一笑, 说道, 不欢迎我吗? 是阿姨带我来的? 来者是客, 当然欢迎。 丽千凡语气疏离, 不冷不热, 不咸不淡。 众人围在餐桌做好, 新鲜出锅的精致菜品一道接一道地上。 白雪椒还和往常一样, 紧挨老夫人坐着给他夹菜。 当老夫人吃下第一口, 其他人才动了筷子。 菜都上齐后, 佣人又端上来了一盘小面包。 李锦华直接站起来, 拿着夹子给每个人盘子里都夹了一个。 来尝尝, 这是晴子做的, 我刚才吃了两个了, 又香又酥的, 特别好吃。 一桌子人刚好每人一个。 丽千凡看着自己盘中的小面包, 皱了皱眉头。 妈, 我一向不爱吃甜的。 安晴子说, 千凡, 我知道你不爱吃甜的, 我做的这个可颂是咸口的, 不甜, 你试试啊, 很好吃的。 丽千凡还是不太想吃, 丽农兴见状, 直接抄起筷子, 往他割盘子里那小面包一戳就给挑了起来。 哥, 你不爱吃给我吧? 被解围的丽千凡, 觉得这个笨蛋妹妹好像机灵了点, 就又听到李锦华说, 儿子, 妈这个给你。 说着他就站起来, 想把盘子里的小面包拨给丽千凡。 妈, 给我。 丽农兴又抢着药, 伸手就要去拿。 李锦华轻拍了下他的手, 说道, 你还得跳舞呢, 少吃点, 别吃胖了跳不动。 妈, 我不吃, 农兴爱吃你就给他吧。 丽千凡面色不悦地说, 李锦华看出来了, 快要触碰到儿子底线, 不能再强迫他了, 再让下去, 估计就要翻脸, 就将面包给了女儿。 李农兴吐了吐舌头, 将这个小面包也收入盘中。 他今天已经打定主意, 不能让他哥吃安晴子做的面包。 安晴子这可颂是为了李千凡才做的, 看他不吃便有点失望, 话锋一转, 又说道, 千凡, 上次在酒店, 我们被记者拍了照, 你别介意啊。 李千凡微勾唇角, 皮笑肉不笑, 客套又敷衍, 哦, 不介意, 我无所谓。 他又不是没被记者瞎写过, 只要不是太过分的, 他都睁一眼逼一眼。 虽然这次安晴子这个被媒体炒作得有点大, 还弄了个什么两世情缘定今生的标题, 但是李千凡今天不想解释什么, 就是想看看白雪胶什么反应。 他不着痕迹地瞟了一眼坐在奶奶身旁的小女佣, 见她依然是一副淡然宁静的样子, 给老夫人不采。 李千凡手中的筷子, 都要被她撅舌了。 介意什么, 反正以后都是一家人。 李锦华说, 他热情地帮着安晴子加了些好菜, 晴子, 别客气, 就当自己加。 阿姨, 我吃得少, 您快自己吃吧, 别管我了。 安晴子忙拦住又要给他加菜的李锦华。 厉农兴吃着面包说, 妈, 为什么会是一家人, 我哥又没和晴子姐谈恋爱, 难道是您要认晴子姐当干女儿了? 不是啊, 农兴, 安晴子有些脸红尴尬, 厉农兴又说, 啊, 晴子姐, 你不会是和我二哥, 可是他马上要和陆婉婉结婚了呀。 安晴子, 臭丫头赶紧吃你吃的, 这么多好吃的也堵不住你的嘴。 李锦华又转给女儿加菜, 继续说, 儿子啊, 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考虑考虑成家吧。 千凡才二十七, 正是拼事业的好年纪, 不急着成家。 厉老夫人出声道, 想当初, 我嫁给你们爷爷的时候, 他都二十八了, 但是你们想想那是多少年前, 那个年代都是不到二十, 就结婚生孩子了。 千凡, 再多奋斗几年, 等事业稳定了, 再考虑结婚也不迟。 还有啊, 我大孙媳妇首先必须得过了我这关, 可不能在外头瞎找。 奶奶, 我听您的, 厉千凡看着老夫人, 微微一笑说, 妈, 情子小时候您见过呀, 就是跟千凡一起拍电视剧, 饰演了安怀公主的那小姑娘。 李锦华说, 哎呀, 我说的呢, 这孩子看着眼熟, 长大了, 这更漂亮了呀。 厉老夫人忙着夸赞, 情子法国名校毕业, 是知名奢侈品品牌服装设计师, 已经申请回国内分部发展了, 以后都会留在京市。 妈, 我是想着, 情子和千凡, 从小青梅竹马的, 直跟直底, 今年24, 跟千凡27正合适。 妈, 哪有您这样的? 厉农兴说, 在饭桌上就说这些让人害臊的话, 你看情子姐脸都红了, 人家这么优秀, 又不是嫁不出去, 不用您在这一直退销, 快别说了。 是啊, 锦华呀, 千凡的事儿虽说我们是帮着参谋, 但是还是得看她自己的意愿, 赶紧吃饭吧。 厉老夫人目前觉得这个姑娘家事学历方面都挺好的, 可是不如雪娇讨人喜欢, 虽然漂亮, 但是面相也不如雪娇有福气, 重要的是千凡不喜欢啊。 厉千凡的老爸厉行止终于肯说话了, 食不言寝不语, 老祖宗定下的规矩都给忘了, 专心吃饭, 有什么话吃了饭再聊。 厉甫一向少言寡语, 惜字如今, 却将什么都看得透彻, 看得出儿子不喜欢安晴子, 是媳妇在那剃头挑子一头热。 虽然厉行只提议吃完了再聊, 可是厉千凡那个性子, 是从来不肯给大家吃完饭后跟他聊天的机会的。 果不其然, 沉默地吃了饭之后, 厉千凡就撂下筷子, 说有事要处理, 直接就离开了。 安晴子一看厉千凡走了, 像是不太爱搭理他的样子, 在这也没什么意思, 只好告辞。 李锦华将他送到立宫大门口, 派司机送回家, 在小轿车旁边, 李锦华握着安晴子的手说, 晴子啊, 你别介意, 千凡他就是这个臭脾气, 对谁都冰冰冷冷的, 对我和他爸也是这样, 跟女孩子更是没话, 等以后你跟他结婚了, 有了孩子当爹了他, 慢慢就能好了。 安一, 我知道的, 我当然不会介意的, 千凡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一点都没变。 是啊, 晴子, 你能理解最好, 千凡他现在可能就是没心思谈恋爱, 天天全是工作。 行了, 快回去吧, 不早了, 到家早点休息啊, 工作别太累。 好的, 那阿姨再见。 安晴子挥手告别, 便上了小轿车, 李锦华看他懂事又善解人意的样子, 喜欢的不行。 丽千凡回房, 就给白雪焦发了条微信, 奶奶睡了后, 直接来我这, 发完他就去洗澡了, 洗完澡出来后, 擦着头发, 就接到了个电话, 是江特助, 江夺, 丽总, 你让我查的那个人查到了。 丽千凡, 说, 江夺, 他叫顾潇, 是润景集团董事长顾巡的独子, 白小姐购买的楼盘, 正是润景集团进军京市开发的第一个楼盘, 顾潇是总负责人, 他以五折的价格, 卖给了白小姐一套公寓。 丽千凡, 五折, 同为商人, 丽千凡再明白不过了, 房地产行业售价五折, 连成本都够不上, 平时买房子, 基本就是明码标价, 全款最多也就给个九九折, 五折的话, 跟送钱也没什么两样。 其他的呢, 还查到什么, 他跟白雪娇是什么关系。 查不到, 近些年两人没有任何交集, 丽千凡将手机捏紧, 修长的纸节因紧钻而发白, 他说了句, 知道了, 便挂断了电话, 白雪娇收到了丽千凡的微信, 所以老夫人睡下后, 他就去了大少爷的院子, 还拿着在丽农兴那给他做的小饼干。 他敲了敲门, 丽千凡很快就来开门, 男人的语气和神情都有些冰冷。 进来吧, 白雪娇心觉的这个男人, 真是阴晴不定, 捉摸不透。 传出绯闻的是他, 突然就没有任何联系的也是他。 再见面也不像之前那样黏糊, 还黑着个脸, 简直是莫名其妙。 不过, 他还是先迈出了友善的一步, 抬起手来, 地上漂亮的蕾丝塑料袋, 轻声说, 大少爷, 这个是我送给你的。 丽千凡低头一看, 白雪娇手上拿着的是一袋平凡的小饼干, 是甜食。 他眉头一皱, 便是一开目光看也不想看。 我应该告诉过你, 我不喜欢吃甜的。 他突然想到了安情子, 那个女人都记得自己的喜好, 面包特地做了咸口。 可是白雪娇这个小女佣, 竟然给他送饼干, 真的是没有心。 而且, 这是哪里买的, 看起来毫不精致, 一副廉价的样子。 他怎么会吃这种小孩子的零食? 丽千凡越想越气, 干脆从白雪娇手中把饼干袋子夺过, 扔在了一旁的垃圾桶。 白雪娇当时眼眶就红了, 泪花充盈, 刚想告诉他那小饼干是自己亲手做的。 唐简拌了一点不甜, 就听丽千凡语气不善的质问。 白雪娇, 我不在的这几天, 你都去做什么了? 话没说出来的白雪娇有点憋屈, 更是不明白丽千凡为什么这么问, 回答道, 我当然是天天陪着老夫人啊。 男人不乏逼近白雪娇问, 天天陪着? 没有请假。 白雪娇眉头醋了醋, 请了一天, 怎么了? 那你说说, 你请假都做了什么? 嗯, 丽千凡的语气咄咄逼人, 白雪娇更是一头雾水了, 丽千凡为什么要这么问, 而且凭什么就得告诉她? 裴良思思去妇产科这种事, 当然是不能告诉她的。 白雪娇因为安情子的事, 心里本来就难受, 小饼干也被她当垃圾一样的扔了, 被逼问下, 语气便强硬倔强起来。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小女佣第一次用这种态度与大少爷针锋相对, 丽千凡险些被激怒, 但她还是咬着牙忍了下来, 陈生问, 顾霄是谁? 你是什么意思? 白雪娇不明所以, 心中猜想起来。 片刻之后, 眼眸微微睁大, 泪花滚落, 丽千凡, 你派人跟踪我? 是, 那又怎么样? 丽千凡这是气话, 她不是派人跟踪白雪娇, 只是保护, 担心自己不在的时候, 白雪娇如果心软回了家, 会被她舅舅舅妈欺负, 或者出去玩, 被别的男人搭讪骚扰一类的。 毕竟白雪娇这么漂亮, 性子也比较柔弱, 丽千凡只是想派人保护她, 但是万万没料到, 白雪娇会背着她去见男人。 没想到, 那个保镖竟然拍了张她和顾霄在一起单独吃饭的照片, 那个顾霄, 还半卖半送的给了她一套房子, 问她却不好好检讨承认, 还摆出了这种态度。 丽千凡心绝对这个小女佣是不是太好了点, 她感到自己的威严被藐视和冒犯。 你凭什么跟踪我, 我去见顾霄哥哥跟你有什么关系? 顾霄哥哥, 叫得这么亲密, 丽千凡更是怒火冲天。 她一把掐住白雪娇的脸颊两侧, 眉心赤红, 狠狠地说, 说, 她是谁, 为什么送房子给你? 白雪娇满心委屈, 安情子的是不解释就算了, 反倒被她倒打一耙的质问。 她觉得, 丽千凡完全没有尊重她, 简直比个情妇还不如。 小女佣晶莹的豆大泪花滚落下来, 我不想告诉你。 你丽千凡当即勃然变色, 把白雪娇炕起来, 就踹开卧室门, 扔在了床上, 之后便扑了上去。 白雪娇,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有没有什么要和我解释的? 没有, 白雪娇把脸扭到一旁, 不肯再看她, 视死如归的样子。 丽千凡被她这诞生一句彻底燃爆, 整个人怒火中烧, 比第一次在公寓被下了药那碗, 更要疯狂。 天亮了, 满载的小气球, 凌乱的衣服碎片, 落了满地。 床铺一片狼藉, 白雪娇沙哑着嗓子, 早就哭不出声了。 丽千凡出来后, 才发现身下的小女佣已经昏睡过去。 发泄过后的男人恢复理智, 看着女孩的凄惨样子, 幻然醒悟, 才是忍不住去温柔地亲吻她。 娇娇, 对不起, 可是她已经感觉不, 也听不到了, 与上次被下药在公寓相似的境况。 没有温存, 只有无休止的粗鲁索药, 足以将丽千凡床上残暴的印象 刻入了白雪娇的骨髓。 丽千凡期盼了这么久的第二次, 却是这样恶劣的过程和惨烈的结局。 男人看着身下可怜兮兮的人, 身上红痕斑斑, 脸上全是泪痕, 头发凌乱, 眼睛嘴都肿了, 突然后悔了。 昨天为什么不能好好跟她说? 仔细回想了下昨天自己的态度, 确实是有些咄咄逼人了, 还把保护一气之下说成了跟踪。 所以, 娇娇这样对自己肯定也是有一定赌气的原因, 她本来一直都是柔弱弱弱的样子。 可是那个顾潇, 丽千凡一想到她就心口刺痛, 不能容忍。 但是那保镖也没有拍到别的一起进酒店什么的, 只是在一起吃饭, 所以为什么就不能态度好一点的去问她呢? 丽千凡自我反省之后, 觉得自己也有很大的责任, 她决定等白雪娇醒了之后就认错, 再跟她好好谈一谈。 毕竟她是真的把白雪娇当成女朋友在相处, 不是床扮, 更不是玩物, 不能再像昨天那样丝毫不顾她的感受了。 丽千凡看着被自己折腾了一夜, 已经昏睡不起的小女佣很心疼, 忙去浴室把浴缸放满水, 抱着白雪娇泡了进去, 轻柔地为她擦洗。 换了好几次水, 两人都洗干净后, 丽千凡将床单和被套也都换了个干净的。 这是她长这么大, 第一次自己做这些。 丽千凡又给白雪娇套上了自己的衣裳, 把她放在床上, 自己躺在了她身旁。 丽千凡一夜没睡, 现在困得眼皮打架, 她把手机关机, 不想让任何人打扰, 就抱着白雪娇睡觉了。 再一睁眼, 已经是下午三点。 洗漱之后, 丽千凡又回想起昨晚的所作所为, 不只是后悔了, 还突然后怕起来。 白雪娇这么漂亮, 追求她的男人肯定很多, 昨天只是一试, 丽千凡都觉得自己快要被气得心梗了, 若要是石锤雪娇被别人拐跑, 她恨不得一头撞死。 丽千凡甚至有点担心雪娇醒来, 会不会不理她, 要跟她分手。 看来一会儿必须得好好哄一哄。 思考间, 丽千凡听到白雪娇手机铃声响了, 找了半天, 手机都被甩床底下去了, 她伸手把手机拿出来, 一看来电显示是顾潇哥哥。 顾潇哥哥丽千凡恨不得把手机摔了, 但她思考了下, 还是收起脾气, 将电话接了起来, 必须得宣示一下主权。 喂喂, 顾潇声音里满是疑惑惊讶, 你是谁? 雪娇呢? 我是娇娇的男朋友。 男朋友? 你是娇娇的什么人, 为什么要送房子给她? 你把电话给雪娇? 她昨晚很累, 现在在我旁边睡觉, 不方便接电话。 那等她醒了我再打。 说完, 顾潇就把电话撂了。 喂, 你喂。 毕千凡见电话被挂了, 又是气得刚想摔手机, 才想起来这是白雪胶的手机, 只好顿住了, 扔到了柔软的床铺。 她压下怒气, 低头一看, 见白雪胶已经醒了。 她正呼扇着美眸, 扁着的小嘴一颤一颤的, 可怜巴巴的流眼泪, 一动不敢动。 男人心都碎了, 忙躺下侧身抱住她, 轻声哄着。 娇娇, 我错了你怎么才能原谅我? 嗯, 我不是派人跟踪你, 是想保护你的, 可是那个保镖给我发来了 你和一个男人一起吃饭的照片, 我吃醋, 我气得要命, 我怕你喜欢上别人, 就不要我了。 力千凡看着白雪胶, 很真诚地说, 娇娇, 你说话好不好, 我们好好谈谈。 可是白雪胶昨天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快被折腾死了, 像贪煎饼似的被翻来覆去, 数不清多少次, 现在还疼着, 胳膊腿都像是被卸了, 又重新装上的。 难道力千凡说, 两句软话这事就过去了? 白雪胶完全不想跟他谈, 也是还很困很累, 便把眼睛一闭, 拒绝沟通的模样。 状况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任由力千凡说什么, 白雪胶都不再回应。 力千凡的嘴都说干了, 觉得谈生意都没费过这么多口舌。 他觉得可能是自己说的话, 一点都不动听月儿, 单调急了, 只会说我错了, 别生气, 再不会说别的。 于是他拿出了手机, 想查一查, 怎么红女朋友, 再学点情话。 网上还真有不少, 可是那话太肉麻了, 大直男力千凡觉得自己说不出口, 力千凡在网上翻找了将近一个小时, 低头一看, 白雪胶像是又睡着了, 也不忍心再打扰, 毕竟昨天被自己折腾一整夜, 只好去书房一边工作, 一边反省。 过不多会儿, 门被敲响了, 力千凡去开门, 见识老夫人。 奶奶, 您怎么来了? 雪胶呢? 力老夫人一边往里边走, 一边问, 刘管家说今天又是你一早, 给他请个假, 雪胶是不是在你这儿? 老夫人刚走到卧室门口, 想开门进去找人, 就被力千凡拦住了。 奶奶, 雪胶是在我这儿, 她这会儿睡着了。 睡着了? 这什么时候? 下午四点。 力老夫人突然想到了点什么, 不顾力千凡的阻拦, 就推门进去查看了。 老夫人不想打扰白雪胶, 只是想进去看她一眼, 便放轻放环脚布和拐棍, 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 走进了卧室。 只见力千凡的卧室, 大白天的还拉着窗帘, 屋子里的角落里堆着床单被罩, 空气中还有一丝尚未散去的某种男性的气味。 老夫人慢慢走进床边, 床头只点了一个小台灯, 借着微弱的光线, 她看见了双眼紧闭的白雪胶。 小姑娘一截腕子, 从被子边缘露出, 上面还有纸痕, 她白皙纤细的脖梗, 也是好几处红痕, 巴掌大的小脸惨白, 眼眶却是又红又肿, 嘴唇也是略微红肿, 还破了口子。 这副惨兮兮的小样, 一看就知道是经历过什么。 在低头一看, 床头垃圾桶里, 都是用过的小气球。 老夫人看向利千凡, 神情由方才看白雪胶的联系, 转而严肃起来, 压着嗓音说, 千凡, 你跟我出来。 一到了客厅, 老夫人背着手, 问跟在身后的大孙子, 千凡, 你是不是强迫雪胶了? 一向高傲不可一世的利千凡, 面对着奶奶低了下头, 自觉有愧。 嗯, 丽老夫人转过身来, 抡起拐杖, 颤颤巍巍地绕到利千凡身后, 在她身上, 啪的一声抽打了一下, 你给我跪下。 快三十岁的人了, 又高又大, 接近一百九十的男人, 普通的一声就跪了下来。 奶奶, 我错了, 利千凡从小就是被奶奶一手带大的。 她小时候, 爸爸妈妈忙于生意, 对她疏忽管教。 在十几岁最叛逆的那段时间, 她连老子都敢对, 唯独没对过利老夫人, 大声说话都没有过。 利千凡是很有自己主见的人, 虽然她对奶奶不算是言听计从, 但是从来都是孝敬有加的。 老夫人对她并不溺爱, 甚至还算是严格, 她以前不是个省心的孩子, 每每犯错, 都是用这根拐杖打她, 算是执行家法。 你这小子, 也太混了, 比你爷爷当年都混。 利老夫人又接连甩了她几棍子, 打在宽阔肩背, 利千凡抿着唇, 隐忍地受着, 说, 你打算对雪橇怎么办, 会不会跟她结婚? 结婚? 利千凡真不懂了, 她这岁数, 明明是事业发展的黄金年龄, 现在这个年代, 就算是普通人家, 二十七的男人都不急, 而且她的发小里, 霍明结了婚, 但是和老婆关系差, 个玩个的。 最苦逼的方许, 都已经离婚了。 很显然, 婚姻只是一张纸而已, 没有什么别的意义。 所以她没有想要结婚的欲望, 只是想跟白雪橇谈恋爱。 奶奶, 太早了吧, 而且雪橇也才十九, 我没想过要结婚啊。 那你这什么意思? 不结婚, 你这么祸害人家姑娘, 还用墙的。 老夫人又打, 啪啪的声响, 让卧室里装睡的白雪橇, 再也不能忽视。 是的, 白雪橇没有睡着, 她一开始只是不想理力迁返, 后来老夫人来了, 她不知道怎么跟老夫人说, 只好继续装睡。 当然也听到了力迁返说不想结婚, 刚才白雪橇装睡的时候, 其实也在思考着。 因为昨天这个男人的行径, 白雪橇的确很委屈生气, 觉得自己在她身下, 根本就像是一个没有人权的玩物, 甚至以为自己快死了。 她昨天一气之下动了跟力迁返分开的念头, 可是她今天醒来, 冷静下来后想到了弟弟白木泽, 现在因为白木泽上学的原因, 她知道自己已经跟力迁返绑定了, 要离开她哪里那么容易, 小泽可能会没学上的。 既然如此, 只能继续跟着她, 毕竟她对自己还不错, 昨天是自己太倔了, 才把大少爷给激怒。 这个男人是个顺毛驴, 吃软不吃硬, 白雪橇觉得, 只要以后自己都乖乖的, 跟这个男人相处下去, 也不会太难。 而且, 她一听到老夫人在门外, 抽打力迁凡的声音, 心里一咎一咎的疼, 白雪橇发觉自己, 比想象中爱她。 白雪橇掀开被子下了床, 腿发软, 她慢慢走着, 推开卧室门, 出去到客厅。 她现在浑身上下, 就穿了一件立千凡的大T恤, 一直遮到大腿。 老夫人, 您不要再打大少爷了, 白雪橇声音虚弱微微沙哑, 走过去和立千凡一起跪在老夫人面前。 大少爷没有强迫我, 我是自愿的。 老夫人看白雪橇那可怜样, 心疼极了, 那两条银白的腿和小臂都裸露着, 上面全是红色的各种痕迹, 只很稳痕。 混账东西, 你看看, 你给雪橇身上折磨的。 虽然立千凡昨晚看似残暴, 但并没有失去理智, 也就使了三成力气制衡白雪橇, 下手她自觉不是很重。 但不知道是她的力气太大了, 还是这小女佣太娇嫩了, 可能两个原因都有吧, 反正白雪橇一碰一亲, 就是一个红印子。 立千凡昨晚发现她这个特性后, 觉得自己是个变态, 好喜欢她这种体质, 所以还刻意多弄出了一些, 也然是上瘾了。 不是地, 老夫人, 是我自己体质的问题。 白雪橇出言为立千凡辩护了, 说着, 她还伸出了胳膊, 找了块白镜的地方, 用自己的手一掐, 也没有很用力, 松手就红了。 老夫人, 您别大打少爷了。 白雪橇继续说情, 老夫人心想, 孙子也被自己连着打了八九下了, 认错态度也不错, 而且雪橇也给她说情, 也是有点不舍得再打了。 哎, 她沉声叹气, 说道, 行了, 你们两个都起来吧。 白雪橇起来, 就去搀扶老夫人, 挨着她一起坐在了沙发上, 立千凡见状也跟着坐在旁边。 立千凡很感动, 她家雪橇刚才是给她说情了, 还说不是被强迫的, 那说明雪橇消气了。 她急忙问道, 雪橇, 你不生我的气了? 嗯, 白雪橇点点头。 老夫人, 我跟大少爷已经没事了, 她一直对我很好, 昨天是因为一点点小事, 我们倒矛盾了, 其实刚才我有反省过,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老夫人, 您别为我们的事操心了, 等我明天好了, 就回去陪您。 就算是白雪橇这样说, 老夫人也知道, 多半是大孙子的问题, 准是这小子的霸道蛮横, 惹雪橇伤心了。 而且昨天那情况, 安情子都来了, 雪橇一晚上吃饭的时候, 情绪就不太高, 估计可能昨天因为这是两人才生起吵架。 大孙子不但不好好解释地哄人家, 还要雪橇主动担下错处, 这么乖的姑娘, 惹得老夫人心口揉成了一汪水。 她心想, 要是千帆和雪橇都各自在年长个五岁, 说什么也要把他俩马上按头结婚。 但现在, 一个不定性, 一个还没到法定年龄, 再等等吧。 雪橇, 你的事儿奶奶是管定了, 以后千帆要是再犯魂, 你来告诉奶奶, 奶奶给你撑腰。 嗯, 谢谢老夫人, 白雪橇很感动。 雪橇啊, 我想了想, 既然你现在跟千帆在一起, 那这立功里庸人的工作就别做了。 老夫人说, 为什么? 老夫人, 您是不是觉得我服侍得不好, 不需要我了? 当然不是, 我是想着你把时间空出来的话, 可以去做些自己喜欢的事, 追求理想, 或者学些什么。 不, 老夫人, 我可以用自己业余的时间去追求理想, 您别赶我走, 您对我这么好, 我舍不下您。 一方面, 白雪橇是真的舍不得对她这么好的老夫人, 另一方面也是觉得不能放弃自食其力, 如果没有这个工作, 她就真的完全被利千帆养着了。 虽然现在也差不多, 但白雪橇还是想着尽自己所能挣扎一下, 不要像妈妈那样, 离了男人一分钱都没有。 而且, 她不想就围着利千帆转, 要是不再利公做了, 那肯定就被大少爷带公寓去了, 岂不是天天晚上要受刑? 利千凡人率身才好, 但技术太差了, 白雪橇是真的忍得辛苦。 老夫人拍了拍白雪橇的手, 她也舍不得雪橇, 这么多年了, 才遇到一个可心的, 来了才这么几个月, 不想让孙子给拐跑。 而且, 老夫人一想觉得白雪橇在这利公里也有好处, 否则, 如果她不做女佣了, 肯定就被浑小子给弄公寓去了, 指不定又要夜夜被欺负。 如果雪橇继续留在利公, 有自己的威慑, 浑小子能收敛点脾气。 行, 那你就暂且先陪着奶奶, 等你什么时候想好了, 想去做什么别的事业, 就告诉奶奶, 奶奶二话不说, 放你出去。 嗯, 谢谢老夫人, 那你们两个歇着吧, 奶奶不打扰你们, 回去了。 丽老夫人又白雪橇搀扶着站起来, 刚要往门口走, 却看见一旁的垃圾桶里那个蕾丝饼干袋子。 昨天, 白雪橇做的小饼干分成了两份, 一份给了老夫人, 老夫人都吃了, 一份给了利千帆, 被扔垃圾桶了。 老夫人看着垃圾桶里的小饼干, 惊诧的样子说, 哎呀, 千帆, 雪橇亲手做的小饼干, 你怎么就给扔了, 败家玩意儿。 说着, 老夫人又抽了利千帆一拐罐, 奶奶, 您说什么? 这是雪橇亲手做的。 利千帆悔恨极了, 恨不得穿越回去打昨晚那个自己一顿。 是啊, 昨天雪橇做两袋, 给了我一袋, 另一袋我问她给谁的她还不说, 原来给你这么个败家玩意儿。 老夫人弯下腰, 想去捡饼干。 这个可好吃了, 雪橇特意把糖就放了一半, 一点不甜, 奶香奶香的, 你不要我要, 我拿回去吃。 老夫人动作慢吞吞的, 利千帆抢先一步, 从垃圾桶里把饼干夺了过来。 奶奶, 我要, 我要啊, 我不知道是雪橇做的。 老夫人又由雪橇搀扶着, 慢吞吞的直起腰身, 狠狠地弯了利千帆一眼。 又警告了利千帆几句, 让她不准再这么欺负雪橇, 还告诉雪橇多歇几天, 身体好了再上工, 就离开了。 等把老夫人送回去, 回来门一关, 利千帆就迫不及待地 把白雪橇给抱住了, 男人的脸颊蹭着白雪橇的耳朵, 在她耳畔柔声说话。 焦焦, 对不起, 我不知道饼干是你亲手做的, 我吃, 我马上就把它全吃了。 利千帆说着, 就打开饼干袋子。 不多, 一共才八块, 很快就吃完了, 她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吃, 就像奶奶说的一样, 不甜, 奶香。 焦焦, 你不生我的气了是不是? 嗯, 白雪橇看到她吃饼干的样子, 就有点消气了, 但同时, 也在内心为自己默哀, 虽然还是没忘了昨天, 但是她还能怎么办, 自己已经被套牢了, 她现在还是非常想骂这个男人, 但是为了弟弟她忍下了。 大少爷, 你把衣服脱了, 我看看你的伤。 利千帆心里感动, 马上就把上衣脱了。 白雪橇看到了她后背上一条条的红道道, 心里有点痛快, 觉得老夫人打得好, 但看着看着, 就开始心疼了她跟利千帆要了伤药, 帮她一点点仔细地擦。 大少爷, 疼吗? 一点不疼, 小时候经常犯错, 被奶奶打, 家常便饭一样。 上完了药, 穿好衣服, 利千帆就把小女朋友抱到沙发上, 让她坐在自己腿上。 利千帆, 我饿了。 白雪橇依微在男人怀中说, 好, 你想吃什么? 我这就告诉刘管家, 去让厨房给你做吃的。 白雪橇咬了咬牙, 被折腾一晚上的这口气出不来她难受, 非常想让利千帆破费一下。 我, 我不想吃厨房的厨房, 做得都太清淡了, 我想吃外卖。 外卖。 利千帆掏出手机, 好, 你想吃什么? 我帮你点。 我要吃比比克披萨。 白雪橇憋了半天, 只想出了这个, 她觉得又贵又好吃的, 别的再贵的她也不知道。 这个比比克披萨, 一张要12寸的, 要228至258元, 还有一些小式拼盘, 都是100多一盒, 各类意念60至80, 饮品都要40多一倍。 以前白木泽过生日的时候, 白雪橇带她去吃过一回, 因为太贵了, 所以两个人只点了一张披萨, 外加了两个小炸鸡腿。 今天白雪橇想狠狠地载利千帆一顿。 比比克。 好, 利千帆没吃过, 但是这么有名的餐饮品牌, 全球连锁, 她当然是听过的。 利千帆打开手机, 搜索微信小程序, 白雪橇直接把她手机抢过来, 不客气地点。 披萨两张, 一面一份, 小时拼盘一盒, 蔬菜沙拉一份, 小蛋糕两块, 先榨热带水果, 果汁两杯。 点好了。 她将手机递还给利千帆。 好, 利千帆刚要点结账, 白雪橇拦住她, 你怎么不点? 你不吃吗? 你不是点了吗? 利千帆问。 我点的都是我自己要吃的呀。 利千帆。 好吧, 突然想起来自己的娇娇宝贝女朋友食量偏大, 也算是个小胃王。 不过这有点夸张, 利千帆担心她眼睛大肚子小, 会吃不完, 到时候自己就吃她剩下的。 所以利千帆只给自己点了一份焗饭和一个汤。 等外卖的功夫, 利千帆还是有点心塞, 一想到那个顾潇就像长狮子一样, 浑身难受。 白雪橇坐在客厅的地垫上, 觉得有点无聊, 外卖怎么还不到, 肚子好饿, 她连续调动遥控器, 也没找到什么好看的节目。 既然要问顾潇的是, 利千帆觉得自己也应该把安情子的事说清楚, 于是她先解释了。 娇娇, 我和安情子什么事都没有, 在英国被拍到, 是去谈生意的时候碰上的, 不是和她约好的, 而且那些视频图片都是借位, 我发誓我没牵过她的手。 昨天在饭桌上白雪橇有点看出来了, 利千帆对安情子态度冷冷的, 但是白雪橇没想到, 利千帆会和她解释, 现在听了之后, 心情好了些。 不过这次没有, 不代表以后没有, 白雪橇还是告诫自己, 不可以沉沦。 她看着利千帆, 点了点头, 嗯, 大少爷, 我相信你, 自己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 那就轮到小女朋友了。 娇娇, 利千帆也坐在她旁边, 像是有口难言, 那个顾潇, 白雪橇, 就知道她还在意, 既然决定了要好好跟她, 不能总是别扭着, 否则难受的人是自己, 还是解释清楚的好。 大少爷, 顾潇哥哥是我小时候的邻居, 后来我不到九岁就搬走了, 跟她没再联系过, 是上次买房子的时候碰见的, 那个房子不是她送我的, 她只是给了我些折扣, 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花的是你给我的那五百万, 所以严格算起来, 房子其实是你送给我的呀。 这一听, 利千帆心里果然是舒爽敞亮了不少, 闹了半天, 娇娇的房子是她送的, 想买房子怎么不告诉我, 娇娇, 我可以送你更大更好的。 这真的很有诱惑力, 但是, 大少爷, 我不是京市户口, 社保还不满五年, 名下不能有住宅性质的房产的, 所以我才买了那个商住两用的小公寓。 利千帆吐槽道, 这什么破规定? 既然如此, 那利千帆觉得还是不要去挑战国家权威, 他可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娇娇, 你社保几年了? 三年了。 好吧, 那再等等, 还有两年, 也很快的, 到时候, 我送你个大房子。 白雪娇并未将利千帆说要给他买房子的话放在心上, 毕竟还有两年, 两年后什么情况谁能知道。 他现在买完房子还剩三百二十万, 存到银行里吃利息每月也有不少, 再加上利千帆给他的信用卡就够用的了, 这已经比当年的妈妈好太多。 妈妈赔了爸爸十年, 给爸爸生了两个孩子, 可是一毛钱都没拿到。 这时, 白雪娇的手机突然响了, 拿过来一看, 又是顾潇。 他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利千帆, 想征求意见, 毕竟这个男人霸道促进大。 利千帆说了句, 接吧, 开免提。 白雪娇便滑动了接听键, 点了外放, 喂, 顾潇哥哥, 雪娇, 刚才接电话的是你的男朋友吗? 嗯, 是啊, 你刚才打电话找我什么事啊? 对面静默了片刻, 才继续说, 你上次说要给房子选一些家居用品, 我是想着用不用我帮你一起去挑选。 不用了顾潇哥哥, 等周末我自己去选就可以。 利千帆在一旁插话, 声音还故意放大, 就怕电话那头听不到。 娇娇, 咱们马上就要出国完了, 这几天你在家歇着养精蓄锐, 等回来了我陪你一起去买。 白雪娇看向利千帆, 见他对自己微微挑动眉头, 赶紧收回了目光, 脸上浮现两团红韵。 好吧, 雪娇,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但是你记得我上次和你说的, 你男朋友要是对你不好, 那你就来找我。 顾潇故意说给利千帆听的。 利千帆讹脚一跳, 这个男人果然对雪娇目的不纯, 他刚想再说些什么, 就被白雪娇捂住嘴。 顾潇哥哥,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我男朋友他挺好的。 那我就放心了, 雪娇, 再见。 嗯, 拜拜。 电话一挂, 利千帆就掐着白雪娇的腰, 给他搂自己怀里了。 娇娇, 那个人说我要是对你不好, 就让你去找他, 找他干嘛。 白雪娇以为他又要生气, 真是怕了这个祖宗。 他可怜巴巴的眼眶包着两泡泪花说, 大少爷, 我又没试过, 我不知道啊。 利千帆突然生出危机感, 就怕雪娇真的会去找顾潇。 又见白雪娇我见油帘, 渲染玉气的样子让他揪心, 只好轻声哄着, 好了娇娇, 我不会对你不好的, 所以你也没机会知道。 白雪娇别着嘴点了点头, 利千帆又拿了他自己的手机, 拨出了通电话给姜特助。 姜夺, 之前润景集团五折卖给白雪娇的那套房子, 你帮我联系一下, 把房款补齐, 不要他的折扣。 是, 利总。 利千帆挂了电话后, 白雪娇的眼睛都睁圆了, 粉嫩的小嘴巴微微张开, 一脸不可思议的样子。 利千帆, 有折扣为什么不要啊? 利千帆只是掐掐他的小脸, 没解释什么, 笑了笑说, 不稀罕, 本少爷就是财大气粗, 人傻钱多。 白雪娇也懒得管了, 反正又不是从他兜里掏钱。 娇娇, 你都叫那个人哥哥了, 叫我生千帆哥哥好不好? 白雪娇有点害臊, 利千帆磨了半天, 他才弱弱地叫了句。 千帆哥哥, 这小嗓音, 娇滴滴的又奶又软, 利千帆恼人都快烧沸腾了。 若不是考虑到白雪娇身体太弱, 否则说什么也要把他给抱床上去, 再, 以后除了我, 不许叫别人哥哥。 这时, 外卖到了, 外卖小哥把餐点放到立宫门位, 是门位送过来的。 白雪娇把盒子全打开, 摆在餐桌, 看着满满一桌的美食, 就流口水。 只可惜小泽不在, 他也很喜欢吃的。 等小泽休息了, 我再请他去吃, 我还可以带你们去吃更好的。 利千帆,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呀。 利千帆笑了笑, 嗯, 娇娇, 别再闹别扭, 好好的跟我在一起, 我什么都答应你。 白雪娇昨天晚饭就没吃几口, 一下了宫, 就来到大少爷这, 继续上高强度的夜班, 白天一直补觉, 这眼看着天又黑了, 才吃上饭, 他能吞下一头牛。 利千帆就只吃着他点的那份菊饭, 看着白雪娇, 不顾昨天被咬破的嘴唇, 风卷残云扫荡一空, 桌面上只剩了两牙披萨和一块鸡翅。 利千帆把他剩的吃了, 勉强吃个五分饱。 他看了看白雪娇的肚子, 感觉还是平平的, 真是不知道, 这个小小的身体, 怎么能装下这么多吃的。 第二天, 利千帆临时有个很重要的事, 要回公司, 他出去了一会儿, 白雪娇身上的痕迹还没退, 腿也疼, 不能出去上工, 已经任命躺平的他, 在利千帆丽公的屋子这里看电视玩手机。 电视一如既往的难看, 他把频道定在了一个美食节目上, 就去刷抖音, 抖音热搜, 竟然又有一条报。 标题是安晴子叶访利公, 与未来婆婆相谈甚欢, 内容还配了一小段视频, 虽然模糊极了, 但一看就是利公大门口, 估计是前天晚上李锦华送安晴子出去的时候, 被狗仔拍到了。 白雪娇看着抖音里那些CP粉网友的热评就来气, 于是他也加入, 回复了几条, 说利千帆和安晴子是假的。 可是抖音用户体量太大了, 他发出的评论没有人点赞, 很快就沉底了。 白雪娇一气之下, 打开了粉圈撕逼神器, 微博。 果然, 热搜第一条也是这个, 网友们都激动沸腾了。 天哪, 安晴子真的和利千帆在一起了, 有图有真相, 实锤了。 我的CP终于成真了, 磕死我了, 磕拉了。 利千帆跟谁在一起我都要诅咒那女人, 除了安晴子。 但是微博的热搜里是五花八门的, 各种声音都有, 不再像抖音那样压倒性的祝贺。 利千帆的唯粉, 女友粉们也在发表着看法和意见。 行行吧, 安晴子估计要进军娱乐圈, 故意吵CP呢? 抱走利千帆, 利千帆是我老公, 利千帆睡我旁边呢? 误扰。 利千帆艳女, 安晴子墨癌。 小道消息, 利千帆还是楚男。 白雪娇粗略了看了一眼热搜里的微博, 觉得利千帆这路人员实在是太好了吧, 完全没有黑子啊。 What? 这些人的滤镜是不是太厚了, 竟然还觉得他是楚男。 真的是很傻很天真。 这人明明是一个性格暴力阴晴不定, 又粗鲁喜欢强迫人的淫贼。 其实在不久前, 白雪娇也和这些梦女一样, 觉得利千帆是男神, 纯洁神圣不可侵犯, 但是现在, 呵呵, 白雪娇突然意识到, 自己经过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 对, 利千帆虽然还是很心动, 很喜欢, 但有点像是脱粉了的那种感觉, 他在自己心里跌下神坛, 滤镜蹊碎。 没错, 利千帆就是个正常的男人, 他会生气, 会发火, 会强迫人, 非常好色, 不是楚男。 于是, 白雪娇默默在热搜话题里, 发了一条微博参与讨论, 利千帆是楚男, 这你们也信怪不得都说是脑残粉, 还有他根本不厌女, 他好色, 脾气坏, 床上技术极差。 发完, 白雪娇突然意识到, 自己这是不是叫那个啥, 粉转黑了? 不过, 黑子就黑子呗, 通过这一条吐槽, 白雪娇觉得恶气出了点, 心情稍微舒畅, 他又在微博发了几条, 利千帆混蛋, 利千帆人傻钱多, 利千帆LSP, 白雪娇觉得网络真不错, 谁也不认识谁, 是难得的, 可以说出自己心声的地方, 发完就把微博一关, 不再去看那个绯闻热搜。 白雪娇休息三天, 恢复得差不多了, 脖子身上被利千帆弄出来的印子都掉了, 终于可以外出了, 因为马上就要出发去菲利岛, 所以白雪娇得趁着这几天出去买些要带的东西。 不过倒也不用带很多, 听利千帆说, 基本的吃穿用度岛上都有, 这次一同去的利天集团的几个部门和分公司, 大概有500来人, 这些人这几天的吃喝全部在岛上, 是公司免费提供的, 点餐加自助餐形式, 可以吃到全球各地的美食, 需要他们带的就是游泳相关装备, 衣服, 遮羊帽, 脱鞋, 服钱设备, 护肤品防晒等一些去海岛旅游基础常备的东西。 可是白雪娇什么都没有, 这两天利千帆公司有失不能陪他, 于是他和利农兴约好了, 用两天的时间去商场进行大采购, 白雪娇拿着利千帆给他的卡, 没有再客气的。 两人逛街的时候走累了, 就坐在咖啡厅喝点东西吃点心, 期间利农兴接了个电话, 是他爸爸的。 爸, 我让你给我朋友要一个北华医院实习生的名额, 怎么样了呀? 西西, 那谢谢爸爸, 我在外边逛街呢, 给您带礼物回去哈, 拜拜, 么么哒, 白雪娇一听就猜出了个大概, 他问, 农兴, 你是在给你男朋友要实习的名额吗? 嗯, 是啊, 成远就要实习了, 只有进了北华医院做实习生, 才有可能留院的。 白雪娇一下就懂了, 成远那个人, 他根本就是在利用农兴, 他肯定是为了进这个医院才追求农兴的, 然后还舍不得和思思那边分开, 他实在是太卑鄙了。 厉农兴见白雪娇像是有心事的样子, 问道, 雪娇, 你怎么了? 累了吗? 要是累了, 我们就先回去。 白雪娇摇了摇头, 气急之下, 刚是想把成远的真面目直接告诉他, 可是他想到, 厉农兴这两天买东西的时候, 一直在念叨去旅游。 其实对于厉农兴这种富二代来说, 出国旅游不难, 难的是和所有的家人一起, 所以厉农兴真的很看重这次出游。 白雪娇只好暂时忍住, 还是按原来的计划, 打算等回来后, 跟思思商量一下, 一起来找农兴, 把成远的为人跟他说清楚。 东西买得差不多后, 白雪娇给厉千凡打了个电话, 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买的, 可以给带回去。 厉千凡说没有, 让他只买自己需要的就好, 别客气。 两人买完后, 就一起回了厉公, 厉农兴自己开的车载着白雪娇。 车子进了厉公, 他直接把白雪娇放到了厉千凡院子门口, 帮他把东西都拿进屋, 就回他家院子了。 白雪娇整理着今天的战利品, 畅想着去岛上游玩, 开心期盼极了。 只是可惜小泽要上课, 而且也没给他办护照, 所以是没办法带他去了。 说起来他这个弟弟, 真是个交际小能手, 才上学半个来月, 就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这周末都没回来, 说是去朋友家住了。 白雪娇继续整理东西, 过了会儿, 丽千凡就回来了, 也开始和他一起整理。 白雪娇新买的行李箱, 大大的一个已经全装满了, 都是丽农兴给他拿住一买的。 不过, 他与自己明念的身份, 只是小女佣, 所以买的都是比较低调的品牌和款式。 丽千凡在一旁, 看着白雪娇满脸开心地 给他盘点介绍新买的东西, 对比之下他以前总是唯唯诺诺的, 现在这样很自然, 丽千凡很喜欢。 白雪娇拿出了一条白色的吊带沙滩裙, 站起来往身上比了比。 丽千凡, 好看吗? 虽然款式简单, 但是在白雪娇唇玉的小脸蛋上一衬, 有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好看, 娇娇, 现在就脱了, 穿给我看。 白雪娇瞪他一眼, 把衣服拆取标签放在一旁, 打算一会儿拿到洗衣机去洗洗, 明天干了就可以打包了。 大少爷, 你都带什么呀? 还不赶紧收拾一下? 我的东西简单, 明天再整理就行。 还是今天收拾一下吧, 我来帮你收拾, 然后明天再想想有什么忘带的。 好吧, 丽千凡也点头, 去拿来他出国用的黑皮箱。 他随便地捡了几件衬衣, 沙滩裤, 拖鞋, 墨镜, 还有扶钱设备涌镜, 其他就没什么了。 接着他又拎过来了一个袋子, 一看就是便利店的袋, 连着袋子一起都扔进了皮箱。 大少爷, 这是什么呀? 白雪娇小手挺快, 一下就拿了过来, 将袋子拆开一看。 白雪娇, 他见到了一大袋的小雨伞, 能有二十来盒, 再一抬头, 见利千凡斜着嘴角, 一脸坏笑的样子。 男神, 这是他以前心中的男神, 白雪娇觉得自己以前眼神不太好, 他为了自己能少点受刑, 出声抗议。 这, 这也太多了吧? 不多, 这牌子一盒才三个, 那天我们一晚上就用了三盒, 我都没够, 要不是没有了, 还能继续。 白雪娇抿了抿嘴, 有点愁, 他只想陪老夫人, 尽兴地玩, 不想再被天知道他承受得多辛苦。 白雪娇语气软软地和他商量, 大少爷, 我还要照顾老夫人呢, 晚上不能每天都陪你, 而且我难得出过一次, 不想太累了。 奶奶知道我们的事了, 我把你接出来他老人家不会说什么的, 而且, 我怎么会让你太累? 利千凡眼神暧昧, 底辞的嗓音染上情欲, 急剧诱惑, 他靠近白雪娇, 在他唇上亲了下, 说, 玩累了, 咱们就回屋睡觉。 白雪娇就知道他说的睡觉是什么, 根本就不是正常的睡觉, 果然是没办法跟这个色魔沟通, 娇娇, 身体好点眉。 白雪娇明白这个男人是什么意思, 肯定是今天早上, 他看见自己身上浅几的红狠霉了, 这就又琢磨上了。 白雪娇气得把那一袋子小雨伞 连同塑料袋一起摔在他身上。 美好, 我腿还疼着呢, 你自己玩吧, 我今天要回宿舍睡觉了。 利千凡从身后估着他, 不让他走。 白雪娇只好哀求道, 大少爷, 你放开我吧, 我必须得回去一趟, 我要回去拿东西啊, 还得跟几个姐妹说一下, 他们好几天都没见到我了, 微信里问我呢? 白雪娇在宿舍跟几个小女佣相处得不错, 他们都是宝洁。 这几天他都住在利千凡这里, 没见到那些小姐妹, 他们有些挂念, 就在微信里问了。 利宫很大, 白雪娇每天都躲在大少爷的院子, 基本不出去。 利千凡这里只有一个从小就照顾他的过一打扫。 过一人很老实, 从不会乱说话, 也不多问, 所以谁都不知道白雪娇去哪了, 白雪娇只说有事请假回家了。 好吧, 利千凡松开了他, 依依不舍, 那你去拿东西, 然后马上回来, 陪我睡觉。 大少爷, 你, 你, 白雪娇眼眶都红了, 眉眼都猝了起来, 忙着找理由。 我的腿疼, 那天被你掰得筋都要断了, 今天又和农心去逛街, 走了好久, 我真的很累。 利千凡宠溺地笑, 攥着他的手, 回来陪我, 只是睡觉, 不做别的。 那好吧。 白雪娇点了点头, 到了出发去菲利岛这天。 天还没亮, 才凌晨三点, 利公就已经忙碌了起来, 各个院子都亮起了灯, 检查行囊, 准备出发去机场。 利家嫡系旁系, 还算上带的佣人, 一共去了快三十人, 管家给准备了个豪华大客去机场。 可利千凡不想做, 让司机小李, 载着他和老夫人, 带上白雪娇和张妈, 单独行动去了机场。 利千凡已经计划好了, 这几天在岛上, 他们四个得组成个小团体, 这样一来, 白雪娇才能光明正大, 并且坦然地跟他一起玩。 利天的员工是乘坐民航直飞, 利家人则是乘坐私人飞机过去。 私人飞机也要在机场起飞, 临近登机时间, 利家人都在贵宾厅集合等候。 白雪娇和张妈一左一右地搀扶着老夫人, 利千凡一直在后边, 紧跟着他们三个。 贵宾厅里, 利家人很多都在, 老爷太太, 二老爷二太太, 还有一些唐叔伴, 以及他们的子女, 没事的都来凑热闹。 二老爷的女儿丽美云当然也不能缺, 她穿着火辣撩人, 打扮得花枝招展, 脸上的妆化的都看不出她本来面目了, 而且一直在打电话, 一脸怀春的样子。 利凌峰不在, 刚才听老夫人念叨了一句, 说是利凌峰在澳洲, 她会从澳洲直接飞过去。 最让白雪娇没想到的是, 贵宾厅竟然还有安情字。 她被李锦华邀请, 也一起去飞利岛游玩。 白雪娇心里有点不舒服, 但是没表现出什么。 李锦华带着安情子, 就奔着利千凡过来了。 千凡啊, 情子也跟我们一起去, 她在咱家认识的人不多, 你多照顾照顾。 安情子含情默默地看着利千凡, 柔柔地换着。 千凡, 妈, 情子都二十四了, 不需要我的照顾, 奶奶比较需要我照顾, 我这一趟都打算陪在奶奶身边。 利千凡面无表情, 那我也陪着利奶奶。 安情子看了下老夫人左右, 一边是白雪娇, 一边是张妈, 她走到白雪娇那边说, 我来扶着利奶奶吧。 情子啊, 雪娇照顾我我都习惯了, 你别管我老婆子了, 你去跟年轻人玩, 好好玩玩啊。 老夫人说, 安情子被委婉地拒绝了, 她原本抬起来, 去搀扶老夫人的手一顿, 有点尴尬。 这时利农兴过来了, 她拉着安情子到一旁说, 情子姐, 我奶奶不喜欢人多的, 而且她到了岛上, 估计也总要歇着, 咱们可以跟我哥公司的员工一起, 人多才玩好啊。 安情子新爵老夫人和利千凡那边的小团伙, 她挤不进去, 那就只能和利农兴一起, 也能陪着李景华和利行指了, 陪未来小姑子公公婆婆也是不错的选择。 她主动挽上李景华的胳膊, 李阿姨, 我陪着您。 李景华拍了拍她的手, 亲切地说, 好啊, 情子上飞机, 跟阿姨一起坐。 又在她耳边巧声安慰, 千凡对男女之事还没开窍, 懂惯着她, 以后等她明白了, 追你还来不及。 上了私人飞机后, 有个单独带床的机舱, 是给老夫人的。 老夫人让张妈陪着她住进去, 留下的白雪椒, 自然就得交给利千凡照顾了。 机舱的座位两两相邻, 利千凡选了最后一排角落的位置, 让白雪椒坐在里边靠着窗口, 安情子挨着李景华, 利农星和利行指坐在一起。 其他人也都是两两相邻, 座位可以完全放倒, 放倒后就是一张床, 非常宽敞舒适。 由于利家人都是凌晨三点就起来准备了, 五点登上飞机, 飞机上吃了早饭之后, 大家就盖着毯子小睡。 利千凡把白雪椒和她的座位都放平, 就在毯子底下偷偷捏她的小手, 白雪椒紧张地直把手往回抽。 利千凡吓唬她, 说她要是再抽手, 就直接亲过去, 白雪椒吓得都睡不着了。 利千凡就这么偷摸握着白雪椒的手, 几乎握了一路, 八个多小时的飞行行行, 睡睡痴痴, 很快就过去了。 到达了菲利岛所属国首都所在岛屿后, 还需要跟利天集团此次出游的员工集合, 之后一起在转座轮船去往菲利岛。 船上短短一个半小时的行程, 座位都是随便坐, 好多人干脆不坐了, 去甲板上看风景。 老夫人说在飞机里好几个小时有点憋门, 想去外面吹吹风。 此处靠近赤道气候温热, 不用担心着凉, 所以白雪椒和张妈掺着老夫人就出去了, 利千凡跟在旁边。 白雪椒看着广阔的海面, 映着烈日有些刺眼, 她收回视线, 眼睛在甲板范围内四处张望。 只见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不少人, 感觉都是公司员工, 他们围在一起不知道在干嘛, 还发出阵阵尖叫声。 等那些员工稍微散去一些后, 白雪椒视线穿过圣鱼的稀疏人群一看, 眼睛都瞪大了。 她还有点不敢认, 就听一旁的张妈先是激动地叫了出来。 妈呀, 那不是阴谋组合吗? 张妈一个年近五十的中年妇女, 看到了顶流爱豆团体, 竟然变得像个粉圈女孩一样, 激动连连。 What? 刚才在传仓里的时候, 他们已经看到好几位明星了, 他们都是被利天集团邀请来, 在晚宴上表演的。 阴谋组合是三人男子团体, 号称亚洲天团, 都是二十多岁的花美男。 成员来自三个不同国家, 三个男生三种颜色, 一个清冷贵公子, 一个阳光男孩, 一个温柔暖男, 是当下人气最高的顶流组合。 走在大街上, 听到的是他们的歌, 打开电视, 就是他们主演的偶像剧, 影院里也是他们参演客串的电影。 白雪娇虽然不是他们的粉丝, 但是年轻小姑娘不可能不认识他们的, 甚至好多几十岁的大妈都是他们的粉丝。 梁思思也是他们的粉丝, 白雪娇很想过去帮思思要一张签名, 可是利千凡在旁边呢, 他不太敢, 想着反正这么多天都在岛上, 总会有机会的。 虽然不敢过去要签名, 但是白雪娇毕竟是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接触明星, 眼睛还是控制不住的偷偷瞄。 原来明星是长这个样子的, 他们穿搭好时尚啊, 皮肤真好, 又高又瘦, 比电视里看着还好看。 看着看着, 就见其中一个棒子国的人看了过来, 就是那位清冷贵公子, 在组合中人气最高, 白雪娇也觉得他是最帅的。 白雪娇盯了一会儿, 只见那男人也是看向了白雪娇, 继而挑了挑眉头, 掏了个媚眼过来。 白雪娇, 他慌张地一开眼睛, 看向身旁, 还好张妈老夫人没注意到, 丽千凡再接电话也没看到。 不过话又说回来, 这人怎么这样? 说好的清冷贵公子呢? 看来就是人设, 丽千凡也是这样, 粉丝们都被骗了啊, 被骗了。 白雪娇瞬间就对这个阴谋组合失去了兴趣, 签名也不想去要了。 很快到达菲利岛, 雨码头上岸后, 白雪娇眼睛都不知道该看哪里了。 真是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海洋, 像是宝石一般亮丽浓郁的蓝, 不由得期待满满, 好想去沙滩那边看看, 是不是真的如同网上的图片一样, 水清沙白。 这里都是单独一个个的小房子, 沿着岛屿的边缘建了一圈。 此次旅游的负责人员早就将房间分配好了, 老夫人白雪娇张妈住在001洞, 那是一栋三十小屋, 刚好一人一间屋子。 丽千凡就住他们旁边的002洞。 这两洞周围的几栋都没有安排人入住, 是空着的, 隔着一段距离的房屋才安排了其他人。 如此贴心的安排, 当然是丽千凡干预过的。 丽千凡刚入住, 放下了行李就被公司那边叫走了, 毕竟这次是公司团建, 他作为总裁也不好总是单独行动, 还是要稍微参与一下的。 白雪娇则是跟着老夫人和张妈一起行动,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 就忍不住了, 马上就去沙滩看大海。 沿着小屋后边的小路一直走就到了沙滩, 他们出去没走几步, 就看到个男人过来了。 耐人穿个骚气的花衬衫, 短裤和人字脱, 戴着墨镜手插着兜, 有点风流倜傥的样子。 就算有墨镜看不见眼睛, 但白雪娇也能感觉出他非常帅, 不比阴谋那几个差, 而且比小鲜肉多了几分阳刚气息, 但还是比不过立谦反帅, 怎么觉得有点眼熟, 好像见过, 白雪娇以为她是明星, 在脑中搜索着, 就听见老夫人说话了。 林峰啊, 什么时候到的呀? 老夫人热情地招呼着, 脸上全是笑意。 丽林峰摘了墨镜, 对老夫人笑得灿烂。 她一直在澳洲, 白雪娇来丽家这四个月只见过一次, 还是在饭桌上照顾老夫人吃饭的时候, 根本没正眼看。 这下才看清楚, 原来二少爷长这个样子, 跟大少爷气质完全不同。 丽林峰一双桃花眼潇洒撩人, 唇角时刻带着笑壶。 丽千凡则是凤眸狭长, 冰冷严正, 不苟言笑, 一看就是很正派的禁欲系男神。 当然只是看上去, 丽千凡极为闷骚, 没有人比白雪娇更清楚。 当真是人不可貌相。 虽然丽林峰很帅, 但是一想起来他对秦秋儿做过的事, 敢做不敢当, 白雪娇就觉得他是个下头男。 还有那个阴木组合的贵公子, 也是下头男, 怎么帅哥都那么下头。 丽千凡好像也好不到哪去。 奶奶, 我也是刚刚才到, 第一个就来看您了。 丽林峰说着, 还给老夫人一个大大的拥抱。 这点她可是比丽千凡会多了, 懂得讨老人家欢心, 对谁都很和善。 不像丽千凡, 天天板着个脸, 对来对去, 像是谁都欠她钱一样。 但老夫人还是最疼丽千凡。 对丽林峰也不差, 毕竟是亲孙子, 老夫人被逗得开心极了, 拍着小孙子的后背。 怎么又瘦了呀? 丽峰, 得多吃点啊, 这次直接跟我们回国吧, 马上就要跟陆佳小姐结婚了。 奶奶,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这次也跟你们一起回去。 丽林峰的注意力 被一旁的白雪椒分去了。 这小姑娘五官娇美严厉, 一头乌黑墨发, 披散着随风飘动, 慈白的皮肤被艳阳一照, 白的黄眼, 近乎半透, 整个人散发着光彩, 耀眼独目。 绝了, 奶奶, 这个是…… 白雪椒出于礼貌, 对她点了点头, 二少爷, 老夫人把白雪椒往身后藏了藏, 有点戒备地说道, 雪椒跟小张一样, 是专门照顾我的, 凌峰啊, 去看过你爸妈和美云了吗? 他们也来了, 还有你哥, 想让你回去帮着管理公司呢? 他忙不过来了, 你赶紧去看看他们吧。 那好吧奶奶, 我先去找我爸妈了。 老夫人松了口气, 他这俩孙子就没一个省心的。 丽千凡虽然是除了白雪椒外, 没有过正式带回家的女朋友, 但是也经常跟女明星传绯闻, 还曾经不做人地强迫过雪椒。 丽凌峰更仇人, 整个就一个花花公子, 完美继承了他爷爷的缺点。 女朋友虽然也没有公开承认的, 但是女人就没断过。 不过这在富家公子哥里也属常态, 老夫人根本管不了, 只是希望临峰结了婚后能收敛点, 就谢天谢地了。 到达的当天晚上, 丽天集团便举办了一场晚宴, 是公司的庆祝活动。 所有员工都会参与, 请来的明星也是在晚宴上表演现唱的。 丽家人虽然没有硬性的要求, 但是大家也都凑热闹地去参加了。 晚宴于下午六点开始。 在岛屿的一侧, 海滩一旁的巨大空地上搭建好了舞台, 舞台前方的一大片 都被设为了宴会场地。 场地中间与舞台垂直摆了两列餐台, 餐台上都是早已备好的自助式餐点。 还有厨师在现场烹制, 全球各个国家的美食, 只有想不到, 没有吃不到。 餐台的两侧摆放着大大小小的几十张圆桌, 公寓会人员自由落座。 两侧的大灯, 将夕阳映衬的场地照得明亮。 这么热闹的庆祝晚宴, 老夫人当然也来凑热闹。 前边表演起来怕是太闹腾, 于是她选了最后面的一个小一点的圆桌, 与张妈白雪娇和力千凡一起坐在了这里。 力农兴一直在会场, 找了他们半天, 终于看见人, 看他们那桌还有位置, 就也过去了。 她实在不想跟安晴子玩了, 总觉得跟她话不投机。 奶奶, 我过来跟你们坐。 哈哈, 欢迎欢迎。 大孙女儿也来了, 老夫人很高兴。 力农兴刚在老夫人身边坐好, 就看见对面不远她爸妈和安晴子那桌。 李锦华又带着安晴子站起来了, 像是也想把她塞过来。 虽然安晴子特别的优秀, 也漂亮, 可是力农兴就是莫名的不喜欢她, 不希望她做自己大扫。 见这桌还有个位置, 力农兴灵一动, 随手抓了一个长得还挺安全的女人公。 就问, 你好, 我们这里还有个位置,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坐呀? 那女员一看力总在, 她当然乐意呀, 但还是征求了下一件。 力总, 我可以吗? 力千凡点了点头, 她也跟力农兴想的一样, 很怕安晴子过来。 这个员工名叫朱力, 35岁, 英文名字July, 是集团新成立的珠宝分公司的设计总监。 安晴子一看这边的座位没有了, 失望地坐回了李锦华身边。 力农兴看见他妈妈已经在安慰安晴子了。 李锦华一直很担心力千凡的终身大事, 但因为早年在外奔波忙于事业, 导致现在跟儿子关系不太亲近。 虽然想搓合儿子和安晴子, 但是也不敢把他逼得太紧, 不能下死命令, 否则怕这祖宗逆反起来, 于死网破, 六亲不认。 所以, 只能先这么整, 最多能做的就是, 尽量给两个孩子创造机会, 只期待儿子自己开窍的那一天。 晚宴开餐了, 力农兴激动地拽着白雪椒去拿吃的, 老夫人由张妈搀扶着, 也过去自助餐台那边挑挑选选。 朱莉则是很淡定, 和力千凡在这边等着。 张拉爱, 你也去拿吧。 力千凡说, 现在公司下一个五年计划当中, 就有一部分是与珠宝相关的, 这部分在力天集团是空白。 力千凡野心很大, 已有的业务已经非常稳固, 只要是没涉猎过的, 他都想去尝试。 朱莉是公司特地从卡地亚挖回来的国人设计师, 给了很高的薪资待遇。 力千凡最近也比较重视这一块, 特别是上次发现了一种叫月光石的宝石, 打听下才知道, 这种宝石在国际上还属冷门, 很少有奢侈品珠宝在用。 他把设计的任务交给了朱莉, 希望他设计出一系列以月光石为主石的首饰, 作为主推品, 以此作为力天集团进军珠宝界打响的第一炮。 朱莉为了彰显自己的用心, 直接拿出了他的iPad, 展示了初步设计手稿给力千凡看。 力总,您先看看这些。 力千凡接过来一看, 他已经设计了二十多款, 项链尔式, 手链戒指都有, 算是非常用心了。 可总觉得达不到他心里的期待。 这些珠宝款式虽然很有心意且大胆, 看起来华贵奢美, 但是却不能凸显出月光石的柔美。 不是很好。 力千凡很直白, 皱了皱眉, 把iPad递回去。 休息的时间, 先不谈工作了, 等你回去再慢慢修改。 那好吧。 朱莉面露南色, 她真的不知道怎么改了。 做设计师这么多年, 虽然设计不是每次都被采用, 但是没有人这么直白过, 而且连点意见都不代替的, 这让她怎么改? 张妈搀扶着老夫人, 拿了两盘好消化的食物。 不一会儿, 白雪椒和利农星拿东西回来了, 这两个人一人拿着大大的托盘, 里边摆了好几个小盘子, 装满了各种吃的。 这两个丫头, 拿这么多, 吃得完吗? 老夫人问, 利农星吐了吐舌头说, 奶奶, 我是给大伙拿的呀。 她对旁边的朱莉说, 姐, 你也吃。 白雪椒说, 大少爷, 我帮你拿了, 咱们一起吃啊。 好,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白雪椒大概知道利千凡的口味了, 拿的东西利千凡觉得都不错。 朱莉在一旁看着, 就觉得这个小姑娘叫利总大少爷, 那应该是她家小女佣, 但是却跟利总还挺亲近的。 而且, 利总看她的眼神, 似乎带着温度和柔情, 不像在公司对着员工那么冰冷了, 朱莉有点奇怪, 但是没太在意。 宴会开始的时间就挺晚, 老夫人吃饱了, 就有些累了, 叫张妈陪她回去先休息, 她知道大孙子惦记雪椒, 就把雪椒留下了。 千凡啊, 那我和小张先回去了, 你好好照顾雪椒啊。 她冲大孙子挤了几眼睛, 利千凡笑了下, 回道, 奶奶, 我知道了。 白雪椒在一旁有点脸红, 埋头吃, 利农兴也吃不动了, 吃太多了她想去运动下, 就去前面跳舞了。 利千凡刚刚也被 江多叫走, 去前边跟公司几个董事 应酬一下, 桌旁就剩下了白雪椒和朱莉。 朱莉看着白雪椒 一个柔柔弱弱的小姑娘, 感觉还没有成年似的, 一直在饭桌上吃的筷子不停, 拿了好几烫东西了, 大家都走了, 她还在那吃呢。 朱莉有点好奇, 她问, 吃这么多不撑吗? 白雪椒有点不好意思, 她没吃过这么多美味啊, 每样吃一小点, 还没吃个遍呢, 不舍得松口。 但是, 眼看自己吃货本质要暴露了, 只好收住, 我, 我吃得差不多了, 姐姐你怎么不多吃点啊? 白雪椒也注意到, 这个人好像只吃了一小盘。 朱莉回答, 不急, 在岛上好几天呢, 这些每天都能吃到的。 白雪椒点了点头, 见她拿着Apple Pencil, 对着iPad, 愁眉苦脸, 问道, 姐姐, 你在工作吗? 现在不是休息吗? 大少爷怎么还逼着你工作, 他这么没人性的吗? 要说吐槽老板, 那可是最能拉近 员工之间距离的方式了。 朱莉一下子就感觉有话说了, 哎, 是啊, 丽总太难伺候了, 我从来都没这么头疼过, 白雪椒深有同感, 是啊, 她在家里也是, 总是让我加班, 特别坏, 加班陪她睡觉, 朱莉听完就笑了, 笑的时候, 身子向前倾了下, 白雪椒隐约看见了她的手稿, 像是在设计一条项链, 姐姐, 你在画什么呀? 朱莉大方地分享, 虽然这个小女佣 估计是什么都不懂, 但是觉得她很软萌娇憨, 讨人喜欢。 设计图, 丽总给我的任务, 白雪椒看着那iPad中的草稿, 中间一颗圆圆的主石, 泛着淡蓝色, 还被朱莉画上了高光, 她一下子就想到了 自己那条月光石的项链, 你画的是月光石吗? 你竟然知道? 朱莉有点出乎意料, 真的是月光石啊。 白雪椒只是随口一说, 压根没想到耐说中, 毕竟这种宝石现在很冷门, 力千凡送给她之前, 她听都没听过。 嗯, 集团成立的珠宝公司, 就是要以月光石为主打, 做一批珠宝, 可是我画了这么多, 她刚才看了, 一个都不满意。 姐姐, 可以让我看一下吗? 行啊, 你看看吧。 白雪椒翻着iPad里的设计图看了看, 跟着自己的感觉说了出来。 姐姐, 你设计得很漂亮, 可是月光石本来就是很温柔的感觉, 周围用了这么多的钻石, 造型这么复杂, 把她的风头都给抢光了呀。 朱莉文言醍醐灌顶, 恍然大悟, 她盯着白雪椒看, 难以相信她就是一个小女佣。 白雪椒有点被她盯得心虚, 对不起, 我是乱说的。 不, 妹妹, 你说得很对, 你还有什么想法, 再多说说。 之前力千凡送她的月光石链子, 白雪椒得到之后很喜欢, 觉得如获至宝, 也在网上查了不少资料, 她继续试着说。 我在网上查过, 月光石是恋人之石, 很适合作为礼物, 由男生送给女生, 而且, 肯定是年轻人才会喜欢。 这个石头很像小月亮,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设计, 把它做成月亮的样子, 这样一来, 寓意也很好。 白雪椒望着不远处的海面, 深邃的夜空那一轮明月, 她指着说道, 比如那里, 海上升明月, 用金属做一片海面的样子, 上面加一颗月光石, 加几颗钻石做点缀, 当作星星, 一定很漂亮, 又有故事感。 朱莉马上就把白雪椒的设想, 在iPad上画了出来, 薄金曲线做成海浪, 外围加了一个蕾丝感觉的圈圈, 来连接海面和月亮, 还有几颗钻石做的小星星。 哇, 姐姐, 你真会画, 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 妹妹, 我刚才听见利总叫你雪椒, 我可以这么叫你吗? 当然可以啊, 我叫白雪椒, 姐姐叫我雪椒就可以。 我叫朱莉, 你就叫我朱莉姐吧。 两人聊得挺愉快, 还互相加了微信, 又研究了一些设计, 月亮代表我的心什么的, 白雪椒还把她那条月光石链子的图片 给朱莉看了下。 在聊什么? 利千凡回来了, 见着两个人竟然聊到一起去, 有点出乎意料。 利总, 您看看这个。 朱莉把刚才画的海上升明月 给利千凡看。 利千凡眼前一亮, 觉得非常别致。 虽然, 看起来不奢侈昂贵, 但是跳出了如今珠宝设计的圈子, 很像是那种缩小的工艺品。 很好, 利千凡点头, 很有创意, 把月光石做成月亮, 很能吐出她的特点。 朱莉也没独自揽工, 说道, 利总, 这是刚才雪椒给我出的主意。 利千凡惊喜连连, 当时就抬起大手揉了揉白雪胶的头, 凑近她耳边, 轻易地说, 怎么这么棒, 还会做设计, 焦焦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朱莉这一看, 有情况啊, 看来这个小姑娘, 不只是小女佣那么简单。 谢谢大家。